字幕志愿者 李卓彪 作词、李卓彪 我们一起练 练三称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能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能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森为妙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华严经 普贤恨宴平 各位居士 阿弥陀佛 请放长 请大家放开讲表 三十三页 就是那个 最后一行 就说 普贤菩萨 他要把在重宣辞义 就是要把这部普贤恨宴 十大恨宴 在重宣辞义 就是以重颂的方式 大概是从那是讲重宣的方式 来宣说一次 十大恨宴的义礼 那这里面呢 就是说 请大家顺便看到 今天的护表 护表十四 第一页 这个寄宣 上次我是引用持宣大师 重宣他就有四个含义 但是我要查的那个 地形大师 他讲这个寄宣 应该有 他们是根据天海中的教理 这个八种含义 八种 今天护表 他讲的八种是根据这个地形大师的解释 上次讲的是根据这个 四种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 那个就是经历护表 第一 寄宣可奉为八种 从孤起宣一直念到 我们要最后一行 一 孤起宣 没有长行文 只有单独的寄宣 二 重宣 未 后来未文 三 副宣 用重宣的方法 再搜一遍 使令 未 节者 能过 理解 悟入 四 管宣 长行文 简列 寄宣详细 五 略宣 长文 以除 寄宣 略知 六 节宣 为受持人 便记意故 七 超宣 长文在 佛 宣在 前 故 八 追 宣 长文在 前 宣在 后 故 那 这一段话 是这样 因为上次我们在 户表十三的时候 户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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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页那边 四个含义 但是这里面 比较户表十三的第一页那边 重宣有四个含义 那这里面 那个就是说 他这里面是把这个祭宣讲得详细一点 这姑祺宣就是单独的 只有没有长行文 像我们现在刚才 上次我们学的是从长行文 一般的上文 长行文这样 这姑祺就单独升起的祭宣 姑祺宣 重宣是因为佛在说法的时候 因为有人可能后来再进来的 所以再重复地说一遍 不是重复说 再重新把这个义礼再说一遍 是这样 那附宣是怎样 重点在哪里呢 因为可能是第一次 对这个斯大赫林的义礼还没拎截 这时候佛陀呢 就在讲一次 把这个义礼说清楚 让还没领悟的人呢 能够误解到是这个 误解那个义礼的意思 互送 因为重双互送 互就是让他能够误解到义礼的意思 重送是因为有人没听到 再重 再把义礼再说一遍是这样 那广宣就是说 这个曹昂文呢 就是大家要了解这个 曹昂文的义礼呢 比较简单 简类啦 就是说用这个祭宣 把义礼再详细的说明字 那列宣就知道了 那个列宣就是说 曹昂文把义礼发挥出来 这个列宣就是说把它简类一下 列宣再让大家 类似简单的 列宣接送一样 因为接送是总结啊 就让我们 让这个 总结就是能够 便宜记忆 重点在记忆故 是这样 所以列宣和记忆有类似的情形 那操诵和醉诵怎样讲呢 就是在说明呢 佛陀收法的形式 那操诵就是说 昂文在后 记忆在前 是这个 然后追诵是说 昂文在前面 记忆在后面 是说明呢 佛陀收法的 那个叙述的形式而已啊 是这样 是这样 就没有什么 比如说一个是在前 一个在后 这样而已 操诵 操诵追诵的意思在这里 我就是根据那个帝贤大师啊 他的 看他开示啊 就是这里 祭送法总是这样 跟大家再报告一下 那这里面呢 因为这个祭送 上次因为讲的 因为这个祭送一共有什么 一共有六十二首 六十二首 那所以这是重送 但是它具有什么 你看一下 你看就是第几行啊 在隔壁那一行 这样一起念一下好了 普贤恨品的祭送 属于重送 虽是重送 但具有负送 管送列送 劫送之意 这个负送 我们知道负送就是怎样 那我们在呢 能够领悟到 这部普贤恨品的议理是这样 广送就是那广泛的说明知 详细的说明知 因为他可能还没有 还是不是那么 还不是那么 那个就是 讲的还没让我们更清楚 这是用 这个再用祭送再补充一下 把那个讲的 把那个义理呢 这个十大认念 讲得更清楚一点 广送就是 也有列送 有时候 因为什么呢 有时候可能在 比如说好了 可能在李庆祝国那边 列送 但是可能类似就列送 宋就列送了 那常文就讲的比较多 是这样 称赞就是 比如说称赞如来啊 他可能在常文比较多 常文讲的多 那个在祭送讲的少 是两行 两个祭送 两个祭送而已 结送是总结 这个祭送 结送是让我们不用记忆 把这个祭送容易记起来 那这里面分成 你看一下 我们这个就不用念了 下面那三行 这分成三不分 因为一共有六十二手 前面呢 五十二手是说明的 普行菩萨的因缘 第一段 第二段呢是怎样 说明呢 受辞 这不见的功德 请大家看一下 看到第几页呢 在后面 那个四十二页 四十二页 四十二页看一下 大家看四十二页 从四十二页到四十三页 到四十三页到四十三页到四十三页的倒數第一行 四十二页到四十三页到四十三页的倒數第一行 一共有七首祭送 七首祭送 就是这样 四十二页第一行 四十二页一叉 然後一直到呢 出於福利大樹丸 用七手祭誦 說明呢 你那個受辭這部普賢恨品的功德 是這樣 然後在後面呢 就是什麼 就是絕欠 就是那個結識 勸勉大家來學習 來學 勸勉大家來受辭這部這部經是這樣 如果你想有普賢恨品是這樣 是這樣 後面從四三頁最後兩頁到四四頁的那個第三項 就是那個這三首祭誦 這三首祭誦就是來勸勉大家 所以就結語了 結束 要勸勉大家來好好學習 好好受辭 是這樣 所以大概是把這個大概一個祭誦了解一下 六四二手祭誦 就這樣 大概這個這裡面 好 這裡面我們就把這個祭誦一個 把這六四二手祭誦那個概念清楚 就是五四二手 七手 最後三手祭誦 一共六四二手 六四二手祭誦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呢 回到呢 講表呢 剛才那個 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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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事文 學到那個稱讚路來 禮靜柱我 從禮靜柱開始 你看 這裡 我想喔 這樣我們一起 我想善事業 第一行是禮靜 前兩行是禮靜柱 這兩行 我想念一遍好了 再念一遍好了 所有十方世界中 善事一切仁師子 我已清淨生與裔 一切騙你盡如魚 譜弦恨怨唯神力 譜弦一切如來一情 一生復現差成生 一一騙你差成佛 就這樣 那個 這兩個祭誦呢 就說 它不要用總 也算是總結 也是不要累一點 累 前面講了很多 那這裡面呢 你看我現在 我們知道 這個禮拜諸佛 禮靜諸佛 記得 那個有十種禮 從哪裡 第一個是什麼 恭敬禮 應該是 那個 我們不要講 那兩個 我罵李昌和 你不要講了 第三個是什麼 恭敬禮 第四個什麼 無項禮 第五個什麼 啟用禮 第六個什麼 內觀禮 第七個 十項禮 第八個 大卑禮 第九個 總色禮 什麼叫總色禮 前面第三個 恭敬禮 意思到什麼 第七個的十項禮 那第八個 大卑禮 融色起來 叫總色禮 第四個什麼 吳敬禮 像你看那個《善事業》 第二行 下面的那個 普 refract日 別先生冷靜 一身負泉 circ三人身 一一遍你ilsaf liver 因為你透過自己的肅解力 你信的 defend 解的也深 而且呢 藉由普榮的法律的加持 因為普fried跟微得利加持 因為現在的普裡 所以能够一生附近他的生,一生這樣 顯現無量生,這不簡單,確實 你這是觀想,自己觀想的 然後一生,就是你一一騙你 就是你每一生 騙你如微塵般的無數諸火 那意思呢,怎樣,這是這種,就無盡禮 就是真正的普弦菩薩,無盡禮 第四個禮,無盡禮 從那個公盡到第九個 總色禮到第四個無盡禮,那種無盡禮 世事外的境界是這樣 那這,我們在,就是,這是大概把 大概這個上次李靖祝我講過了 現在我們看成長如來 大概那個意思 那重點呢,這裡面還有,我說智力就是這樣 你要生性,就性的生,解的也生 心一切實,一切處,都有什麼,十分諸佛 就是這個意思 那接著看,成長如來也是那個意思 這兩行,我們再唸一遍 成長如來,第三行第四行,一起唸 一遍,成中,成術佛,各處菩薩,眾廢中 無盡法界,成亦難,身信諸佛,皆充滿 各一切因身海,普出無盡妙原池 盡禮,未來一切絕,占佛,勝身,功德海 來,這一成中,上次,在一粒的微成中 有無數的,差成術佛,就是差成術佛 就是說一成中,因為他把一個佛世界 把它,微成,佛世界,那個謀成,一個佛世界謀成 在一個微成中,你要分析成極微成,就是這樣 那這裡面說微成就好了 這個微成就說把一個佛世界謀成,無數的塵埃 那一個微成就代表一個佛世界 那說一在一微成中有,如微成般的無數諸佛 是這樣,微成般的差成術,無數 然後各處佛法眾會中,每尊佛都有眾多的菩薩圍繞者 菩薩眾會中,每尊佛的地方 每尊佛的地方,每尊佛的地方 都有眾多的菩薩圍繞者,是這個體會是這樣 因為佛要說法,當然是圍繞者 這時候呢,無盡法界也成為,無盡就無窮 無有窮盡,無窮無盡的法界 這法界成為什麼樣? 你把這個法界十四,法界十萬四界 把十萬四界都謀成了微成那麼小 那一微成代表一個佛世界,是這樣 就是無窮無盡的十萬四界 也是有無,都是有無數的諸佛 有成術般的,有那麼多的成術佛 就是這樣,成術佛就是這樣 成術佛,就無,微成也是有那麼多的無數諸佛 那麼多的成術佛,這個意思 那你生性,我們內性就是聖性諸佛圈繞 這個意思是什麼?內性的信心 這信解力,這生性禮拜代也有解物的力量 生性,你信的生,你信的生,解的也生 你生性呢?這是意思嗎? 那一成術佛,一個成術佛圈繞 一個成術佛圈繞,一個一粒的微成中 有無數諸佛 而且呢,梅尊佛還是有無數的菩薩圍繞 也就是這意思 聖性諸佛圈繞 這句話也是說,就代表我們對三寶的心 那怎麼升性呢?這樣不斷地 文思修 那等一下,多拜佛求唱飛 有時候,每一層,你看,就是意思說 充滿整個,充滿整個 這實在講,每一個微成都無數諸佛 是這樣,這是佛爾斯儀的境界 那我們不斷地要多拜佛求唱飛是這樣 那這裡面是把這個什麼? 就是把我們所要稱讚的佛境界說明一下 稱讚佛境界 這是我們稱讚的境界 稱讚如來,如來,佛所稱讚的 那你有什麼稱讚呢? 看下面一行就稱讚 你怎麼稱讚呢? 各以一切因身來 各以一切因身來 我以什麼? 各以一切 我如果讚嘆佛如來 梅尊佛各以 我梅尊佛都那麼讚嘆 以什麼? 一切就是 以無盡的變財海 無盡的變財 出無盡的陰聲 因為海代表無盡的意思 因為海聲管就是 以無盡的變財 發出無盡的陰聲 發出無盡的陰聲 還代表無盡的意思 而且呢 在普出無盡的陰聲 在無盡的陰聲中 我普遍的說出 無盡的微妙的言詞 來讚嘆什麼? 讚嘆 才能夠讚嘆佛陀無盡的功德是這樣 而且呢 進你未來一切 進未來一切 就是 進未來一切 進未來一切 讚嘆佛陀聖身的無量無盡的功德 海就是形容佛陀有無量無盡的 讚嘆佛陀聖身的功德 這段話就表示你能佔的行者 就是你一位修學、普賢、菩薩、十當院的行者 他是有無盡的變才 發出無盡的音聲 說出無盡的言辭 來讚嘆 而且是窮外寂的 為窮外寂、淨外寂 無量無邊的時間來讚嘆佛陀 那種盛生的無量無邊的功德是這樣 那讚嘆不完的 為什麼呢? 你說為什麼讚嘆不完? 大家看一下 我大家念到哪裡也知道 沒辦法讚嘆完的 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回憶一下 請大家看到 那個 哪裡啊? 那個 第六頁看一下 大家第六頁看一下 第六頁 第六頁 第一、第二 那第幾項啊? 第二項看一下 結束不盡有沒有看到 第六頁 這兩項我們念一下好了 告諸菩薩及善才言 善男子如來功德 假使此方一切諸佛 今不可修不可修 菩薩及唯成術節 相細眼說不可窮盡 這是普行菩薩告訴這個佛安費上的那些大菩薩們 以及這個善男子說啊 善男子就是告訴這些大菩薩們啊 這佛諸佛的功德啊 他假使十番 十番世界一切諸佛 他經過不可修 他經過不可修 就是無數無數的 佛擦幾萬歲 就是經過佛擦 就是意思說無量無數的時間 就是早上說 晚上也說 天天說 說無數節都說不盡的 沒有啊 相細眼說就是相細眼就不可修 佛陀就是佛如來的功德 佛的功德你永遠說不盡的 知道嗎 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一下對照呢 就是十番諸佛啦 是白天說 晚上說 天天說 無數節都說不盡的 何況呢 你看到回到這個聖世夜這邊 再回到聖世夜這邊 一個行者 你看佛都說不盡的 何況呢 一位修學普行菩薩的行者呢 你要讚嘆這個佛的功德 也是說不盡的 更不是那也是說不盡的 因為佛已經說不盡的 因為佛已經說不盡的 他天天說啊 白天也說 晚上也說 天天說 無數節啊 也說不盡的 何況呢 你在這邊也是讚嘆佛的功德 讚嘆這個那種 無如海 就聖聖功德 就是讚嘆佛那種無數盡的功德 像海那麼 那身管的功德 你收不盡的 是讚嘆佛佛的聖聖功德是這樣 你是窮外紀 讚嘆佛的功德 也收不盡的 是這樣 我們要了解一下 那前面也是 大家也說 在那個插文裡面是這樣 對於出過 併採天理 維瑪的舌根 就你能夠超越那種 具有併採的天理 具有維瑪的舌根 也收不盡 就說你也是讚嘆佛的功德是這樣 那前面是這麼說 那這裡面我們看一下 看到呢 上次的戶表 戶表13號 第二頁 就讚嘆佛這裡面看一下 就是第二頁 那個讚嘆 這個第二頁的第五行 這根據這個持久大事的解釋 這四行一起唸一下 初四季首贊 次四季仁贊 初季陳述佛者 即無盡佛也 次季無盡成 依成中 依有無盡佛 身性即仁贊因也 有身性之志 始性成成之中 既有陳述佛充滿 而為首贊 各個佛群以無盡因生稱讚之 無盡生者 三世間所有生也 如象身 馬身 車身 風身 雨身 收瓦身 借以次轉 為稱讚 如乃居身 依身又出 無盡妙言辭 那個這裡面呢 就是說 第一 就是前面那個 那段話呢 就是說講那個什麼 講那個所稱讚的境界 就是如來 那下面就是 下一個季宋 就是什麼 人讚的行 人讚的 人讚的 你就如何稱讚 就人讚音 是這樣 人讚的行者 第一句所稱讚的如來 第二個是 你所如何稱讚 人讚的就是 他的意思在這裡 那這裡面 那我們看一下 看哪裡 就是說第二行 深信 即人讚音也 這深信就是 它具有 比如說 信的深 解的也深的意思 這個信也是很深信 這個不簡單 這個信就這樣 這個信心很重要 你比如說好了 遜於老上兒 那個信心怎麼信心 我相信 我這三步一拜 你能夠什麼 操縱到母親 我相信 我這三步一拜 能夠讓我母親 你苦得 有那個信心就這樣 對三寶的信心這樣 是這個 他說有 深信的自費 深信的自費 就這種代表誤解了 它誤解到這種 諸國界充滿的意思 是這樣 那這裡面看一下 看哪裡 看到這個 實信 成成之中 就每一個唯一成之中 都無數諸火 有意思 那第二 你看第三行 無盡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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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世間所有也 這個就是什麼 一般講的 氣世間 眾生世間 還有什麼 就是正結世間 正結世間 就是因為 這個氣世間 因為什麼 依暴境界 無情世間 還有什麼 眾生世間 友情世間 還有一個什麼 正絕 正結有時候講什麼 一般講是 歐羅漢以上的聖人的境界 歐蘭世間的境界 正絕 有時候講佛世間 那有時候他怎麼解釋 有時候那個 因為他把 這個 氣世間就是無情 就是依暴境界 然後眾生世間 可能是 你知道嗎 眾生世間就是可能是 不是就 防護世間來講 防護世間來講 然後又是正結世間 什麼 歐羅漢以上的聖人的境界 叫正絕世間 十三世間 是這樣 那無盡生說 三世間所有生也 如相生、馬生 那相生、馬生 就是我們一般聽到 這個 這些相生、馬生、車生 藉什麼 自轉為村在如也 以之生也 這相生、馬生叫什麼 因爲那個 譬如說眾生來講 眾生來講 眾生來講 那車生 那個車生 車生、風生、雨生 就是七世間這樣 瘦馬生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 就是什麼 就是那種 歐羅漢以上的聖人的意思 可能這麼意思 既自轉 因自轉而稱讚如也之生 就是你要轉 就是什麼 就是說 要轉 就是我們要怎樣 就是你要怎樣 就是要誤解到 這個意 就意自轉為稱讚如也之生 就是你要了解一下 譬如說 這個相生、馬生 都是什麼 就是車生、風生、雨生 都是好像在 那佛為我們說法是無常的 是無常的 因為這個聲音 它可能是 不可能說 零續不斷 它可能現在沒有了 一年生 一年生 體會到無常的聲音 是怎樣 是這個意思 從那個 相生、馬生、車生、風生、雨生是這樣 那說法生是一種 讓我們誤解到 從 它這個說法生的意思 讓我們從那個 詩系談來講 從讓我們得到 翻習意 深山意 波意 乃至低意 入理意 有那個意思 藉自轉為稱讚如也之生 是這樣 那個就是說你要 這個 就是要了解 就是要體會到 是這樣 體會到什麼 就是說 它這個音聲 就能夠 就是你自己 要能夠 就是這樣 要 內心要顯 說內心 內心的裝火輪意思 內心要體會到 我怎麼裝火輪 就是說你心 請自信我中 能誤解這些聲音 就你平常有這樣 文師修之故 然後依文師波羅 喜關照波羅 你關這個相生 這些風生、車生、雨生 能夠就慢慢的 從這些眾生的世界 慢慢轉回這樣 佛法 好像是無常聲音 有這種意思 是這個意思 那這裡面呢 怎麼講呢 譬如說好了 有一次呢 這也是根據那個慈德大師講的話 他怎麼講 有一次這個明太 朱元璋是明朝的太祖 他說 他聽到那杜鑑鳥在叫的時候 就叫那個宰相劉伯文台說 你看到那個鳥 這個杜鑑他叫 他在說 他對我說什麼呢 這時候 這誰啊 這個劉伯文就很厲害 劉伯文這個善巧 這樣 這個對樊上說 樊上你獨長了三合大地了 就是這樣 獨長三合大地 整個是你為王 獨長了三合大地 那這個朱元在問呢 他對你說什麼呢 他說 他說我是虎臂 輔佐三合啦 輔佐 跟輔佐 輔佐 那個樊上 來輔佐 來整理 輔助 樊上來掌握這個三合是這樣 那又說 那這個明太祖又問了這個 所以說 他對樊敏說什麼呢 這個 這個杜鑑鳥在叫的時候 就這樣跟樊敏說 這個麥子煩了 快到收割的時候了 就是這樣 你看就是這樣 那個意思啊 就是這個人呢 就是很善巧的 來說明這些 就是那個意思 那這裡面呢 這是根據那個 遲到事裡面的一段話 但是我先講一下 這稱讚如來裡面呢 我們知道 今天念佛 都是稱讚如來 哪一句呢 我們呢 跟人家呢 就是說 要說 你兩句呢 跟人家分享法義的時候 分享啊 把這個 這個念佛 比如說 你讚嘆這個佛 這個 進入法門的功德 也是 也是稱讚如來 對不對 你就 這個稱讚如來 含你很多 從你的 弘揚佛法也是稱讚如來 你拜佛念佛都是稱讚如來 這些都是 是不可思議的功德 那這裡面呢 我稍微講一下 講一個故事 大家要不然 你們要體會到 稱讚如來的功德 不可思議 這個功德是怎樣呢 也是 這是 這個故事呢 那個 初至於在佛陀內盤後 一百年 有位歐玉王 孔雀王朝 那時候印度佛教很盛 就是孔雀王朝 那位佛法的大復法 叫大阿玉王 這歐玉王呢 很喜歡畫 他造了一座 非常福利堂皇的宮殿 這時候呢 因為他好喜歡畫畫 所以請了全國的畫家 來到他的宮殿裡面做畫 最後有一位 從那個季冰果 要講季冰果 很遙遠的那個畫家 來醉完道的 大家因為大家都畫完了 就圍堵在大門旁邊的牆壁上 還有一個大概五尺的 五尺寬的那個牆壁還沒畫 就等讓他留給他的畫的 這位畫家呢 想一想 就想到 他曾經經過 曾經經過一個城市 小城市 那邊有一條河 那河裡面長了蓮花 而且河旁佔了一個女人 他就想到一個概念 他意記的非常好 也長了一個女人 這時候呢 這位畫家就把他所經過 一個城市 那條河 長滿了蓮花 還有和旁邊站的一個女人 就把他畫出來 就有一次 他畫完後呢 我一晚就來看一下他這些畫畫 這些全國畫家的畫畫 在牆壁上畫的畫 我之後看到這一畫非常歡喜 就把這位畫家找來 他說 他說 這個你畫的這個女人 真的那麼美嗎 這畫家說 有啊這個女人 有這個女人 確實有這個女人喔 而且長得非常專严 我都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 這時候歐永就問清楚了 他畫的那個蓮花池 那所在地 馬上呢 派人去找這位專严的女子 然後問到這個女子的家中 他已經出嫁了 這時候呢 歐永又派什麼 派讓死臣 到達這個女子的夫嫁去 這個女人的丈夫啊 走私又想 這國王啊 歐永是了不得的國王 不能得罪她 只要勉強 讓這個死臣喔 把她的太太帶走了 就這樣 這個丈夫就這樣 這歐永一看 哇 真的這個女子啊 這個畫家畫的女子 真的和 看到眼前的 眼前的這個女 這位專严的女人啊 真的和 畫畫的一樣 那麼美啊 哇 進來就要娶她了 做什麼 王后了 那這有一天呢 這個歐永王呢 就拿一束花 給這個什麼 給這個他的王后 就是這位女人 這位女人 這位皇后呢 捧著花的時候 聞到這花香 突然怎樣 哭起來了 這個歐永說 你怎麼 當了國王的夫人 皇后了 怎麼哭了呢 這位皇后就說 我想起就是你 就想起我以前的丈夫了 那這歐永就說 你頭一天不哭 為什麼現在才哭呢 現在才哭呢 說今天因為你 我聞到這個 這個清香味道 就想起我的丈夫啊 因為我的丈夫 也會有這種花的香味 香清香味道 說忍不住我就哭了 這歐永生前 就那我要把你丈夫抓來 如果她 切實那麼香的話 我就圓養你 否則我也要處罰你 這個 國王就派史誠去找到 這位女子的丈夫的時候 她的丈夫已經出家了 而且成就什麼 四國歐羅漢人 而且具有神通 她知道 她在定中的時候 就知道 這歐永王的墓地人 就是歐羅漢人 就是他 這位女人的丈夫 她已經歐羅漢了 她就隨著死臣 以及她知道她的墓地 就是到歐永王出 所以歐永王看到這位出家人 四國歐羅漢的聖人 出家人 她不曉得她是歐羅漢 就不敢親世 這時候 切實跟她談話的時候 聞到什麼 那個 花的香味道 花香的味道 飄過來 那這時候歐永王就說 你從那麼遠的地方過來 我想先去沐浴一下 先沐浴一次 沐浴吧 沐浴完後 那香味 發香的 從她身體上 發出那種香味 更濃淚 這時候歐永王拿一杯水給她 嘶嘶口一下 看她是不是嘴巴含著東西 她嘶完口後 口中都沒有東西 還是那麼香 這時候歐永王就好奇了 就是歐永王 你為什麼身體 都化出那麼特殊的香味出來 那發香的香味出來呢 因為她這個 這位 因為這位比丘是歐羅漢 她有庶民觀察 為什麼她身體 有能夠發出那種香味呢 她就告訴歐永王說 我前身是一位 婆羅門 就是個讀書人 婆羅門讀書人 然後在一個地方 看見有人 看見一個法師 在那邊講經說法 因為內心第一次聽到 我感覺法師講得非常好 不僅道理 她講得好 而且不是音聲好 而且義理講得非常微妙 所以我內心呢 我內心聽得很歡喜 發起充滿 於是呢 買了一點香作為供養 而且呢 又做了幾首師 來讚嘆這位法師說法的功德 讚嘆她 你說法說得那麼功德 所以因為這樣 就是買了一點香來供養 然後又做幾首師 來讚嘆這位 說法的法師 讚嘆她 才得到這個果報 是這樣 所以這位 所以你看這位羅門 就說她是怎樣 不只是用一點香供養 而且讚嘆這位法師的說法 可思義啊 就是這樣 說因果不可思義就是這樣 她得到殊勝的香味 對不對 記得嗎 我在文中 你在茶語裡面 我用大致論的故事 有香氣比丘地 記得嗎 也是這個故事 對不對 不是因為比丘嗎 對不對 她就是他們 每天都到王宮 受孕公 剛好又香氣比丘 你看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花出 她開口這樣 花出濃濃的香味 清香味道 就這樣 對不對 那我以為是 叫她樹果 記得那個故事嗎 對不對 也是一樣樹果 還是一樣 香氣如故 對不對 然後 這時候你看 你看 那會什麼 這個 偶爾就問 是同樣問這位香氣 你怎麼 你這個香味是 信產才有 還是過去就有了 因為這個比丘也是 歐羅漢一樣 她在講 我過去就有了 並是今天如此 為什麼她有這麼香氣 因為過期生他 在加色佛陀時代的時候 她是為說好的比丘 就是 常常大大宗裡面 內心的稱讚 加色如來 無量無辨的功德 就稱讚如來 然後又 不斷的 讚 不斷的 撐養讚嘆 這個加色如來 她所說的無量法門 就這樣 以她的說法 教法一種 讓大家來歸佛陀 歸加色如來這樣 所以這個廟香 所以她從 香氣比丘 她從那個香氣 從口中而出 是 事事不解 就這樣 所以剛才那個羅漢 被她 她的 就是她的太太 被 送給那個歐一元當皇后 她自己成為歐羅漢了 你懂得對 然後這是 上次我們以前在那個 講那個香氣比丘也是一樣 但是 你要稱讚嘆佛的功德 那讚嘆佛的 類似這樣 香氣也是從口中 他講的是 這個 口中的香氣是什麼 身體換出來的香氣是一種 花爆 花爆啊 我們說開發結果對不對 開發就花爆而已 果爆是怎樣 像是講過 郭范范 以後呢 有變才 有自費 而且呢 能夠斷什麼 種種的煩擾是這樣 而且能快速得到內盤境界 所以說這個 有時候這個 震嘆佛來不可 實際功德就是這樣 你看 那香氣是一種花爆 野國爆 它裡面講到 你要讚嘆佛來 然後你會 長得尊嚴端正 得到人家功勁 重點在那裡 成就有大智慧 成就變才 而且能夠斷除煩惱是這樣 所以這個 參加 就是說你今天我們 如果念佛拜佛 也是稱讚如來 就這樣 所以有時候不要吝惜 就是說我們 要多多 乃至呢 人家一點 你會 要稱仰讚嘆 就是說 因為如來這裡面 十萬三世諸佛 都會是我們 稱仰讚嘆的境界 那就說我們這樣 就說要不要吝惜 乃至一點小功德 他只會也是 盡量讚嘆他 是這樣 那這裡面就是這個故事 跟大家 跟大家報告一下 大概這樣 就是說你 不可思議就是看 他自己 用幾首是讚嘆這個 說法 說法 他的 就會法師能夠 說法功德 就得到 聖體能患出那麼 舒適的香氣 是這樣 好 他這個好 回到我們 回到講表 這這裡 講表 大家就把稱讚嘆講過了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 管修公養 這個在善事業這邊 也是三個祭宋 他把這個三個祭宋 就來 解收這個管修公養的含義 這三個祭宋 一起念一下 以諸最聖妙發慢 戒徒香 及散蓋 如是最聖專元祭 我亦供養諸如來 最聖衣福 最聖香 莫香燒香 以登竹 一一切如廟高聚 我亦供養諸如來 我以廣大聖己心 身系切三四伯 系普行喚業力 普遍供養諸如來 這裡面 在常委裡面 我們是以異共 就是內心要觀想 這些都要觀 其實在前面都要 其實這兩個 這個兩個祭宋都要 用 用第六四 第六四 一一體其用 什麼體 一知性明瞳的體 一一體用 用是觀想 觀想 香花燈族 來供養十萬祖國 就這樣 就一直在這裡 那這裡看 以就是你本身 以諸 諸什麼意思 眾多的 以眾多 最殊聖的 最妙 什麼 最妙 最好的意思 妙豪啊 最盛最好的 花慢 花還有慢 因為印度是怎樣 他們印度用花來編解 一個 編解一個慢 就是編解一個 編解一個 用慢 用花編起來的 一個那個 類似一個慢 就是用很多花編成一個慢 類似一個做什麼 音樂一樣 很多花變成類似音樂 刮在什麼 身上 做鑽飾品一樣 它是這樣 類似鑽飾品 花慢 是這樣 那就是說 還有什麼 種種 積業 很眾多的什麼 演奏的業氣 還有塗香 塗香就是 塗香還有香料 塗在塗香香料 還有什麼 散蓋 散蓋就是寶蓋 寶蓋 就是像散 那個 就像前面講過 這個散蓋就是寶蓋意思 散蓋寶蓋 就是蓋在佛服上 頭頂上散蓋 如是指上面 這是最出色的 專演的工具 最出色的 最專演的工具 我來供養什麼 十萬諸佛 這是觀想 比如說香花燈竹 這個簡單講 你可以用 比如說觀想什麼 花什麼 比如說觀想什麼 蓮花為中心 圍蠟叫什麼 櫻花 梅花 各式各樣的藍花 最尊貴什麼 牡丹燒藥 還有什麼 百合黃 百合黃 這些都是 太陽橡桿 太陽橘 橡桿 橘色 菊花 各式各樣的菊花 還有什麼 玫瑰各式各樣的玫瑰花 這些高貴的花 你要觀想一下 這是觀想出來的 這些在前面一樣 已經講過 這些都你觀想這些 來 最順利的工具 接著他也觀想 來供養什麼 十萬諸佛 這我但是我們 因為修學 雖然是普賢菩薩 講他師兄 因為修學 普賢菩薩的行者 都以這樣來供養 十萬諸佛 是這樣 眾多的諸佛 十萬諸佛 第二行也是一樣 第二行是衣服 最殊勝的衣服 什麼衣服 就是 這不是衣服 就是床帆 床帆 增蓋 就是一些布曼類的 因為印度人來講衣服 就是表示這種 他有一種 類似我們什麼 那種床帆 床帆 床帆 就是佛殿 那種真財 床帆的意思 布曼類的那些布曼 譬如說佛殿 比如說布曼 類似他叫做 或是這種床帆 然後最殊勝的香 最殊勝的香 例如什麼 墨香 墨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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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香 我們燒的什麼 可能是臥香 所燒的臥香 以及燈 公燈 這個專員的公燈 還有蠟燭 用這個最殊勝的 他先想要 最殊衣服最殊香 也是最殊的 墨香燒香 最殊的燈竹 最殊勝的燈 最殊勝的蠟燭 一樣 就是以最殊勝的衣服 最殊勝的 最殊勝的墨香 最殊勝的燒香 最殊勝的燒香 還有最殊勝的宮燈 最殊勝的蠟燭 最殊勝的蠟燭 就是這樣 而且呢 每一種都是 前面的衣服 聖香和墨香燒香燒 燈主要 都像廟高山一樣 就是廟高山 虛雲山 八萬十千有巡 一遊巡 一遊巡是 就是四十發里或六十發里、八十發里 一發里1.5公里很高,就像廟高山那麼高 就是意思說,你所觀想這些香花燈主要是像廟高山那麼多的意思 我在講,我都供養豬來,我都是供養豬來 這裡面是重點,我們了解到 像以前講過了,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殊勝的 今天我們來供養這個香花燈主要是三輪體空的心態 就是依體其用,依什麼體?自信蜜陀的體,來起這個供養的用 就這樣,那為什麼依自信蜜陀? 因為這個蜜陀的心是怎麼樣?自信蜜陀是怎樣? 不住有,不住空,不住有就是什麼? 內心有空貫的自肥,就這樣 那你本身要不然你想說,我今天呢 我今天做這個供養,不是為了什麼? 得到現前可惡不好,而是為了未來可惡不好是這樣 你要賣這個心,就要前程的心 都要這樣,你看供養 你這個侍供養,這個香花蔓這些都是侍供養 但是你其實讓我內心呢 以無所得的心 無所得就是你能夠以三輪體空的心,就是廣供養,是這樣 然後現在我看最後樣 前面是觀想,那最後樣,我以廣大 這廣大聖解是什麼意思?聖解心,這個聖解心 就堅定不可以理解心,意思是廣大 意思是,我能夠信的身,我能夠誤解的身 廣大事情就是一種,我信的身,解的也身的意思 信的身,解的也身 然後呢,深信一切三世之我 因為有聖解故 你本身有這個殊聖那種聖解 才能夠深信一切三世之我 都在眼前,你相信,確實你相信 這裡面呢,因為你有這個聖解心出來 才相信諸我都在眼前一樣,對不對 我們知道上次以前,我上次可能講過 這個在觀無量壽禁怎麼講 諸我路來,誓法皆生,入一切眾生,心想眾 諸我都在眼前一樣,觀想這佛陀,這個三世之我都在眼前一樣 這諸我啊,所以我供養的 比如說你供養歐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地上五 都是眼前而已啊,因為他為什麼?他法生偏一切住了 所以你供養歐彌陀佛,所以你供養歐彌陀佛,不是在西方而已 其實他法生偏一切住的,是這樣 你深信一切三世之我,就這樣 因為你有聖解之故啊 你相信一切諸我皆充滿的意思 然後這裡你相信,因為你深信能夠 你有前面的聖解,所以才有深信 三三世之我都好像在眼前一樣 現在前,現在在眼前一樣 所以他能夠以普賢菩薩的恨念的微神之力 藉由普賢,這個普賢菩薩就是這種法力 我藉由普賢菩薩,他的恨念的功德力 他的普賢菩薩的恨念的功德力,威德力啊 所以前面聖解心,聖解心是一種智力 我本身能夠智力啊,因為透過自己的文師修 你信得深,解得也深 然後加上那個法力,他力就是什麼 普賢菩薩,法力的加持 他的威德力,威神之力的威加持 他普遍什麼?就跟著普賢菩薩 普遍供養,普遍供養十萬諸佛 就這樣,普遍供養十萬諸佛 這樣,是要觀音想出來,這不簡單,確實 我們觀不來就隨喜他,就這樣意思 普遍供養就是類似什麼? 一生父親擦身,一一騙你擦身我的意思 就這樣,普遍供養出來,是這樣 我是跟著普賢菩薩的大願力 我跟著普賢菩薩的大願力 結合在一起,所以才能夠 普遍供養十萬諸佛是這樣 這裡面就是說,其實我們要了解到 這觀想目的要怎樣? 轉世成之 轉世,轉第六世,微妙觀察之 目的在這裡,供養這個目的在這裡 其實,所以觀想很重要,為什麼呢? 以前我們講過 諸佛如來,就是說 它裡面是世心做佛,世心是佛 諸佛正片之海,從心想生 從心想生,這心就是觀想 我今天用這個,雖然我沒有 我用這個香花燈竹,香花燈竹 我觀想出來,就無量功德了 不可思議,無邊的功德確實是不可思議 就是目的呢?轉世成之 轉世轉,轉第六世,微妙觀察之 就這樣,你用觀想的,不要花一毛錢對不對? 但物體哪裡呢?不容易觀? 你要唐人尋許,因為花好了對不對? 我剛才講,櫻花梅花,你要買假花來 才容易觀想,是這樣 因為你沒有實體,很難你觀想那些香花燈竹 香還可以觀心爐,每個人可以心爐 就像爐香炸,爐香炸熱,法界門心 諸佛還會西洋文那種,可以觀想 香爺娘娘在半宮中結成了香吟 香吟上有青黃赤白的蓮花 以蓮外中心,圍繞著各式各樣的花 但是你的假花這些都要看什麼? 看片,又要有相片 或許你眼前有什麼?假花參觀觀想是這樣 那觀想這些有無量功德確實 為什麼呢?我們看一下,看到那個上次戶表第二頁 戶表十三號第二頁 第二頁就是那個,這是偶義大士的解釋 是啦,偶義大士在,在山茶社會報經論 藝書裡面解釋到,供養如來的意思 供養,供養的意思 請看,就第二頁的 第二頁到數第二頁一起念,念到 第四頁,到第三頁的最後一頁 問,十萬共祭各有首屬 若使用之,寧不患道 若不使用,何命供養? 答,略曰言中,則十萬共祭 並我一念心中所獻之物 若曰為事,則第八世上 共相四種所變,器界相分 今還用我自是相分,何明犯道 如是了達為事而修共養 即明真實法共,何明不實 若以真諦,則雖所值相發,喬勤施共 亦其有實用也 呼心念五念,雖不動生花口亦不予有罪 心念共養,雖不燒香善發,亦其無福 誇念於一念中,想用十萬共祭 便可破我法二職,顯同體慈悲 又不止於迷情空想而宜 世之修之,這是偶依大師的解釋 他用供養,他用什麼? 心供,易供養的意思 他用這個易供養,就是剛才我們 前面那個講中,就是以諸最生命 用內心的供養 這再解釋一下,我們稍微聊一下 用心,就是易業供養,就是易業供養 也不是生口供養,怎麼樣看一下呢? 他問,他這裡面呢,偶依大師自問自答 他說,十萬共祭 你用十萬世紀的供據,就像花蔓 墨香燒香,閃蓋這些 這是用眾多的,不是一個 無數的眾多的,各有歸屬 如果真實的用它,不是換到了嗎? 如果不是用的,怎麼 你沒有真實用到的話,怎麼叫供養呢?對不對? 就類似矛盾 你用了 不是換到,換到見,不是搭了別人的東西嗎? 你如果沒有真實用到的話,怎麼叫供養呢? 又怎麼叫供養呢?真實的難問 然後就是,難問 就是偶依大師的自問自答 他說 他說,約元宗 元宗是約天台宗的 我正念親親親,所謂眼 所謂這個親切的眼所献的這些共物、共品 假若約為世的話 從為世的教理來看,那是第八世 第八世就是倉故事 共相四種 共相四種,什麼意思? 共相四種就是 凡聖所共同受用的 共相四種就是凡聖所共同受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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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變現的氣勢界相分 氣勢界沒有,依報境界 氣勢界就是依報 就是說共相四種其實就是第八世種子 就好了 共相四種就是凡聖共同受用的種 受用的共同受用 種子,種子 這個種子所變現依報的相分 什麼相分? 就是所謂的 這個相分就是什麼? 五層就是色身相會處的境界 就是那個氣勢界 氣勢界所變現的一些 色身相會處的境界 五層的境界 因為這裡面是為是怎樣? 它有用 一般的為是有 見分、相分、自正分、正知分 這相分就是你所演的境界 就是五層境界 就是五層境界 你所就是 你能夠見聞、節知的境界 就是五層境界 今天還用我姿勢 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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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用第一八世 我現在是用了第一八世的相分 因為這是我們第一八世 我今天的共品都是我第一八世所獻的相分 怎麼換到呢? 這是我第一八世顯現的境界 是這樣 第一八世所變現的境界 凡聖都有的 共相之中 凡聖的共種子 它有所變現這些 這些色身相味處的境界 都是第八世所變現的相分 怎麼叫換到呢? 怎麼也叫換到? 那如是了達為是 你了達為是 這為是就為是 就忘我為是 一切法都是這天心所顯現出來的 而修供養 即是真實法共 是真實的法共養 何明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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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叫不死呢? 只要不死 就是確實的法共養 那如果依真地理的話 真地理是因為什麼? 講延生無性 因年信空的意思 我們因年所生法是俗地理 因果 因年信空是真地理 因年信空的真地理來講 雖然你所拿的香花 喬勤 喬勤事故 這喬勤是什麼? 陰切的 不死 你雖然所拿的這些香花 很陰切的 來布施這些工具 來供佛嘛 因年你一種虔誠的心 來布施 喬勤就是很陰切的 陰切的 來布施這些工具 你其有適用也 你怎麼 因年你什麼 因年信空你只是戰死而已啊 這因年信空你是內心的 你可能是布施 你被布施這些工具 只是一死而已 那適用也對不對? 就是你心 我們講一年是因年妹 可能剛開始開始你在 比如說你看 你再可能布施一下 欸?就沒 等一下就沒有了 可能在布施的時候 就那一心 等一下就去忙你的事情 就一年滅了 是這個意思 因為你拿這個香花只是暫時而已 等一下你換在桌上的時候 就離開了 一年就滅掉了 就一年信空了 就在這裡 這我一代就講了 就跟我們欠免大家 雖然你內心 呼吸唸無逆 雖然你內心講的叫做無逆罪 就是殺戶殺母 錯生邪 破二生 殺歐羅漢 無逆罪 雖然你身口不動 你雖然沒有身口造作 但是一必有罪 就這樣 一必有罪 它是有罪的 因為內心起心 當然就是一個因果是這樣 但是你看 你信念供養 雖然沒有燒香散發 一起烏虎 雖然我內心有想供養的話 雖然沒有真實的燒香 用花來散發 就用花來供養這個三寶 難道沒有福報嗎 一起烏虎 就表示他有福報 何況呢 令自己在一念中呢 一念中享用十萬工具 想什麼 觀想 就是想用 就是你內心做完 用第六四 一念中就你第六四啊 一體去用 觀想這些十萬工具 眼前你自己觀想出來的 但是十萬工具 就是你本身要有圖片 觀想用這些看來講 花蔓 香花燈竹這些 種種床文寶蓋這些 變可破我法二指的 顯靈同體之間 顯靈我們那些慈悲心 又不只 也就是說你不是這種迷情工具 不是喔 迷情指 那種空洞的想法而已 因為你要想看喔 你要關心這些 不是那麼簡單 要觀想這個香花 要觀想 無眾多的香 眾多的花 那不可思議啊 真的 因為看 因為在金武裡面是講 像迅雲山那麼高 那太高了 那我就超過我們想像 其實能觀想到眼前的 你比如說你觀想那個 那個兩個什麼 就是兩個桌子 比如說圓桌那個量就不簡單 三個桌子 更多 那是慢慢的觀想 剛開始可能是十人份 剛開始二十人份 三十人份的香花燈竹是慢慢來 是這樣 那你迷情空洞是一種 空洞是空洞的 它是服務你 就是說迷情指 這個情指就是我直 帶有我直法直的 迷情指空洞而已 那是胡思亂想的意思 又不只是 又不只一廟 所以施修是要意識我們 要就是你要信念 這個就是你信念共洞 功德不可思議 怎麼講呢 我這裡 我只是複習一下 以前講過的共同牧師 記得嗎 有位記事呢 對不對 他在看到 在佛羅時代 看到湖邊 不是長了非常鑽的 環色的金花 環色的花對不對 他就把這些花採來了 就準備來到齊雲金山 共有什麼 釋迦摩尼佛 他起這個心 他把花拿著手上 就在四位狗的路中裡面 在走路的時候這樣 後面來了一隻牛 那個鈴 就是那個牛 跑得非常快 從那個腳 那牛腳 轉到他背上 背部 結果 這個基石呢 就往生了 往生到哪裡 到了一天 這時候呢 他就用神通寬大 因為他既有那個暴通 看神通 為什麼他能聞到 原來是一類 供養佛陀的心 就這樣 雖然佛陀沒有拿到花 他只是在路中 拿著花 被那個牛 從後面 被牛的牛腳鑽死掉 就生到 因為一念 供佛的心 往生到什麼 道立天 不可思議 就這樣 所以偶一大說 你雖然 你心念供養 雖然沒有燒香 你拿著花 但是就是念念心 就聞到道立天 不可思議 其實記得嗎 一創葡萄的故事對不對 一創葡萄的故事 講過很多遍了 對不對 也是那個意思 不可思議的功德 對不對 一創葡萄的故事 也是這樣的功德 但是呢 你想想看 這個故事 大家也講過很多遍了 這個就是 釋迦摩尼佛陀的故事對不對 他不是花佛陀 不是說 他有一次 因為他在那個什麼 他在地域裡面 就是什麼 孤獨地域 孤獨地域嘛 對不對 他不是因為他要去 海上屈寶 母親不讓他去 他就用腳 踢了母親的頭 對不對 就是因為他這 踢母親的頭 感到什麼 孤獨地域 他在地域裡面 受苦的時候 地域受苦了怎樣 都要受 那孤獨地域什麼意思 他被那個 刺熱鐵輪 在頭上轉動 每個在孤獨地域的眾生 都是在頭上 都有一種 刺熱鐵輪 在頭上轉動 那種 產生一種非常 非常非常痛的痛 頭痛 這時候也是 宿舍三根 他想 以期 大家照說這種 刺熱鐵輪 轉動 那種頭痛苦 不如我一個人來代受 他這麼想 我代受 大家受這種 刺熱鐵輪 轉動頭痛的痛苦 他想起這個心的時候 當下怎樣 他怎樣 這個鐵輪 轉一下 就沒了 然後晚上到哪 到立天了 這個費什麼 正在講 他念 那念 普利心 善良的心 想帶眾生受苦 那種 善良的心 和眼前的境界不相應的 因為第一是這種 貪嗔痴的境界 那你發起這種 普利心的時候 那是一種 最善良的心 這種善良的心 怎樣 跟眼前的境界不相應 就完成到 也是完成到的一天 就這樣 就是你想 一個起心動力 就不可思議的功德 你看 所以我一大說 一念中 破歐法二子 就這樣 他是聞到天界 沒有 但是那個必須 還有我的 所以 所以你看 信念共養 難道沒有福報不可思議 就這樣 這個故事講過很多遍了 你看 這個共識在 很多麻煩 大家體會 講到這個故事 講到這個 我想先講到這邊就好了 大家再瞭解一下 因為就是說你要這樣 內心的意供養不可思議 所以有時候你拜佛的時候 這是我們 因為唱功師傅就這樣 天天做 天天的 他是每次喔 早課 現在 大家一起 跟大家 師傅 他觀想的時候 我們一起 學習他怎麼供養 就你要早上起來 你要 拜三拜以前 要先觀想一下 什麼觀想 要觀想自己 要觀想 要觀想什麼 用香花等主 用淺的 你看 辛如點青香 然後香的鳥鳥 對不對 然後在辦公室接著香雲 這香雲上有什麼 親逢次白的零花 圍繞著種種 剛才講過 種種的香花 對不對 香花就是這樣 對不對 這些不要淺的 義供養 功德不可思議 就像那個 那吉士一樣 雖然呢 沒有 佛統沒拿到 但是呢 我們是到天界了 說義供養 那用義供養 這些香花 都不可思議 對不對 就這樣 那要想看 這個我們說 也是要 我們起心動念 就是一個因果 為什麼呢 一切都新的境界 確實 就是裡面 因為這種 這個心念供養 就是比較 大家就是這樣 因為它是一種 比較不容易體會 為什麼 它是一種 萬物為師的義 為師的道理這樣 一切都新的境界 也不是說我相信的 才有這樣 不相信 就沒有 沒有說 不在意你相不相信 本來就新的境界 就是我們在新的境界裡面呢 造業得狗包 就這樣 所以這裡面 你說你看 這裡面就是說你破 就是你像 破我二十字 因為你共有的時候 心量大 你觀想越多的話 你心量越大 還能觀想出來那麼多 你心量大 福報越大 是這樣 所以我們有時候呢 正要了解到說 你對人家呢 慈悲 表示你心量匡大 所以有時候我們忍讓一下 表示我們內心人 你忍讓一下 表示你心也是心量匡大 福報越大 我們說 為什麼福報大 你心量大之故 六子費人大之所以 一切福田 一切福田不離歡寸 就是你心量大 福報又大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這裡面 所以這個性供養 我們要學習 就是這樣 目的在Post 我內心的執著 就是轉第六四為什麼 沒有觀察字 就這樣意思 你看 我一大師說 你看倒數第一行就好了 一定要想用十萬塊去 變個Post 就是這樣 就是你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轉什麼 轉是層次的意思 轉第六四為什麼 沒有觀察字 就這樣 講到這邊就好了 我們這個管線供養這個 就大概講到這裡 因為你 因為你內心一種一體其用的時候 就一種法供養 因為 但是你試供養 還是不離開法供養的 因為你要 你那內心 升起了三年體供養 就是你內心的一體其用 我今天做 我今天共有這些 不是為了什麼 得到現前的果報 但是未來可樂 我心不執著 這也是要慢慢 慢慢學習 好 我們回到講表 把文兄跟我講過了 我們講的第四個 唱為業障 這唱為業障 這一行一起唸一下 三十四頁最後一行 我喜所造諸惡業 基由無許貪嗔之 從生與裔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暢悔 這裡面就很 這道很簡單 就是 你看這我喜所要諸惡 就是菩薩們 你看就像前面在講的 菩薩之念 就是那段文 因為這裡面就是一種 他能夠念過這句話 一切我今 內心有一種 腸胃心的 腸胃心才會這樣 腸胃心才會這樣 那無數 那造無數的罪業 無所貪嗔 為什麼不貪嗔之 因為 第六四 一念的彌附之故 因為第六四 為什麼彌附 他不知道眼睛見識 一念所生法之故 因為他有為什麼貪嗔之 就是我們 內心 沒有起觀照波樂 你沒有一念之後 你不知道一念所生法 就是那性結 你信的就信心不夠 對一念所不了解 我們對一念所生法 什麼一念所生法 你沒有生性 才會起那個 一念所生法 才會起貪嗔詞是這樣來 無所貪嗔就是一念的謎法 是這樣 就是我們要了解 為什麼 就是我們了解 這就怎麼講 就是這樣 這個 我也沒有英修來 以前 這個以前講過 這個元潔經有一段話 他說 一切眾生 從無死來 有妄想我 及愛我者 成不知知 念念生命 故起真愛 單走無欲 記得這段話嗎 以前有講過 從無死來 有妄想我 愛我者 就是你第六四 孫孫第七四 第六四 被第七四 牽著鼻子走 因為第七四 他有我吃 我見 我慢我愛 你第六四 被他牽著走的時候 有妄想我 愛我者 對我和我所境界 愛著行 愛著行就這樣 你不知道一念所生法 你不知道無我的道理 是這樣 所以他有其他人吃 所以成不知念念生 不知道一念生一念妹的 比如說好了 我們找終點 比如說好了 中午好了 吃飯的時候 看到這種色香味俱全的飲食 特別內心很歡喜 很契機 要多吃一點 多拿一點 就這樣 但是你吃飽完後 了解 那是虛用不死的 對不對 你吃飽完後 對中午 你比如說中午吃飽完 對那種 剛才吃的那些 你感覺那種 香味啊 那種 那麼酸 哪些辣的東西 你看 都這樣 那些心的 都不起心的 都沒有感受到了 就是你對那 就是那種 想到那種 那味道 那麼甜 那麼辣 已經 根本不在意了 對不對 心就無常 就這樣 所以你要知道 你說 你在吃飽的時候 那講這些都是因為一死糊塗啊 變境界所迷惑住 是這樣 那才起貪生吃的這樣 多吃一點 多餐一點 就是這樣 那因為我們內心沒有什麼 慣照波人 你也內心沒有 因爲因爲所存活 那個理不清楚 那才起貪生吃 所以 才造聖理意 所以從聖理意之中 是說 今天我身體常慰心的 才會常慰 我過去所造的總統作業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 判到今天的副表 不 判上次副表第三頁 第三頁 看一下 這段話 我們看一下 那個 就是我跟大家 也是講過了 只是大家學習 那個 今天的副表第三頁 大勝其訓論 一共四行 倒數第五行 一起念 父是若人 雖修行信心 已從先世來 都有重罪惡業障固 為邪魔 諸鬼之所擾亂 後悔事間事物 種種牽殘 或病骨首腦 有勢等眾多障礙 事故 應當有本精勤 作業六十 禮拜諸佛 誠心懺肥 欠以隨喜 肥相不敵 常不修肺 得免諸葬 上根增長故 這次講過很多遍了 其實講過很多遍了 我在從光無量說經常講過 就講了 那是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都無量解鬥 重罪惡業障固 這重罪惡業障固 這重罪惡業障固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種 極地 極地 苦極滅道 對不對 極什麼 苦的因 世間的因果 就是什麼世間因果 世間的因因所生法 今天為什麼有八苦三苦 苦苦 這些苦 都是因為極地 因為起佛造業 就重罪惡業障固 過去生因業裡面有學佛 可能造了五逆十二之貴 所以敢造什麼 種種的苦果 就是邪莫諸鬼 就是什麼 淹信在主 找你很麻煩 就像你上面 上面那個 勿達國師對不對 那個操作 等了時事 你看等他 等他要報仇 等了時事 你看等 因為那時事都是高升到的 因為那一念的 一念的迷惑 那一念是一念的迷惑 他以為坐在那個 坐在那個 坐在那個 餐禮裡面自己 修行了不得 但是內心起 他背什麼 背這個椅子 什麼迷惑住 他以為去 所以這個操作 等待時機 啊好 王虎 他的那個 跑到那個 他的膝蓋裡面 剩一個人命窗 是這樣來的 這是誰謀諸鬼 因為我們曉得 其實啊 我們都無量無備 能奄行在 所以你要談 平時要你什麼 求哀倡偽的心 求佛加悲的心 來理佛 是這樣 什麼時候 事件事物 什麼事 比如說 跟人家發生一些事故 比如說 車貨 就是這樣 無緣無故的 賺到你 事件事物就是 無緣無故的賺到你 你也是 事件事物說 我很倒楣 不是倒楣 是有陰眼 有陰眼的 你被人家無緣無故 賺到 或是人家無緣無故 跟你侵犯你 讓你 沒辦法修行 都是有陰眼的 不會說 這不是倒楣 都是陰眼所生法的 有陰眼看 我有陰眼而不賺到你 我用黑字 沒有人家無緣無故的賺到你 就是陰眼 你軟成了陰眼 produce了陰眼 就是有陰眼 那到底哪有陰眼 你跑了陰眼 我們和陰眼 你都看不掉 你跟一個人家無故的賺到 都自己的重罪而至 自己的重罪而至 自己的重罪而至 所謂病苦 這些新冠會員都是自己招感來的 有如是等重罪而至 這是苦地來講 有如是指這三個例子等是 還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對不對 講這些是跟大家互相美麗一樣 就說下面是個方法 事故應當 下面是什麼 道地 修行的方法 來對峙什麼 這些苦其惡地 做六時當然不可能做六時 意思呢要這樣 要你要靜靜在靜靜 要念之在之 做六時 你一定要睡覺的 不可能說沒有 做六時意思呢 二十小時呢 坐三時 夜三時 意思是要你在睡覺時要念之在之 要用 念之在之 長迴心 暢迴心 是這樣 念之在之的意思 道理佛 道理佛曾經唱會是這樣 因為這段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唱過書 他在講大聖其心論的時候 跟我們講 這段話要記起來 要非常熟 熟悉啊 因為你熟的時候 你常常會提到 因為當你面對靜靜的時候 面對靜靜的時候 要檢討自己 因為我們遇到逆靜靜的時候 常會檢討別人 你是不是這樣 但是你今天用這種話 你有記起來之後 常會檢討自己 是這樣 常會檢討自己 是這樣 常會檢討自己 是這樣 多拜佛求唱會 就這樣 好 這樣的話 接著我們看一下 看那個 最後一行啦 最後一起念一下 你借業障海 皆由妄想生 業障海 因為海是形容業障 有無量無邊的業障 都有 妄想生 什麼妄想生 就是第六四 什麼 被第七四 牽著逼著走 他妄想啊 因為你不知道因你的所生法 就是你妄想生 比如說我講幾個例子 妄想生 胡思亂想 為什麼 記得我講這個故事 因為沙咪發言座龍王的故事 記得嗎 沙咪發言座龍王的故事 記得嗎 好 簡單講好了 那個沙咪你看 沙咪你看 因為他的師父是歐羅漢 是根據大致論在第十曲卷 大致論第十曲卷的故事 他說 這個歐羅漢 因為他是 歐羅漢能夠 斷見師父啊 應該不簡單 那就不簡單 那時候要應供 說他常常到什麼 到那個 他們這個師爺裡面 附近有一個大祠堂 那他有一個龍王的宮殿 說每天 他每次 都不說每次啦 就常常去那邊受應供 那徒弟呢 所以沙咪是當那試者 說他吃完後 就回他到應供完後 到龍王的宮殿 應供後呢 就把那波拿給他徒弟去洗一洗 有時候他可能沒有吃 剩下一些米飯 那徒弟呢 這個徒弟怎樣 就沙咪啦 就是好奇 看到剩下的米就嚐一嚐 哇 很接著 非常香 非常香美的那個米啊 哇 米飯啊 有時候想要跟 想要偷偷的 跟隨他師父去龍王看一下 所以有一次他師父要到龍王應供的時候 因為他師父有神通 他坐著餐椅 那個椅很大 所以他偷偷的藏在那個餐椅下面 然後跟隨著他師父到達龍王的宮殿 龍王的宮殿裡面呢 看到已經到龍王宮殿 沒辦法回去了 這個龍王說 你怎麼把一個 那個沒有成就道業的人帶來呢 這個歐羅漢就跟他講 他的徒弟沒有注意到 這時候他也學順 他的師父歐羅漢還受到龍王的款待 他看到呢 美味的營 而且看到那龍女啊 非常的 非常尊嚴 哇 心得愛慕之心 而且飲食那麼殊盛 想想看 他供養這個龍王要供養這個歐羅漢 一定用百味的佳養啊 非常豐盛的飲食 所以這個沙咪 看到這個龍女那麼莊嚴 飲食又那麼好殊盛 美味 他內心花個願 為了要做龍王 內心要生起 花起龍王的願 所以說回到那個四眼後呢 這個大字論怎麼講 他是天天什麼 一心呢 一心呢 布施持戒 你看 布施持戒 你看 布施持戒 你看 天天是這樣喔 尤其你要知道嗎 你在三寶裡面的境界裡面 功德最順順的 三寶界的功德最順順的 布施持戒 你看 布施持戒 你看 布施持戒的目的是哪 發現做龍王 就這樣 說很快 沒多久他在繞佛的時候 欸 腳上出血 腳在腳底下出血 啊知道 他成就龍王的一年來到了 所以他慢慢 把那個大字論講 他把那個 他的漫衣 覆蓋他頭上 慢慢走到那個磁檔裡面去 慢慢就變成這樣 一隻龍王了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他在三寶境界裡面 布施持戒 功德很大 變成一個非常大龍王 把原來那個龍王 龍王宮殿的龍王 取而代之了 把他殺掉了 是這樣 所以你想 什麼妄想像 今天你看啊 你看到這些龍女對不對 都變換 都變性的 那是龍 小龍變性的龍女而已對不對 他不瞭解 飲食 我們剛才講叫無常觀對 你雖然講了 剛才你想想看 最重視最殊勝的飲食 吃飽了之後 但是心都無常 對不對 你想要吃飽了之後 那麼多麼甜 多麼酸 多麼辣 已經都沒有了 對不對 只是在吃飽的時候 那種香甜苦 讓你感受到大 那吃飽了 沒有了 對不對 心是無常的 就這樣 但是這個沙蜜他被這個 他沒有關照力 沒有一音之二起關照了 無常觀 也沒有不靜觀的關照力 他被這個龍女啊 美色 其實那個龍女 其實心也是無常的 你看到那個真是 都是虛用不死的 唯心所限的境界 他被對不對 你也平常沒有關照力 所以被那個龍女 他引受什麼 迷惑住 他其中妄想的還是這樣來 就是你本身就是你第六四 被第七四牽著鼻子走 就算剛才嚴謹所說的話 一切中從無常有妄想我 及愛我者 成不知之念念生命 他不知道無常 所以固執什麼 愛真取舍之心 看到喜歡的 你喜歡的 哇 特別翻起心 看到你不滿意的 不喜歡的 生起什麼 真人心就是這樣 妄想就是這個意思 妄想生 好 大家這個意思 就是你這個會怎麼業 我們會怎麼來其他認識 就是這個意思 業障害就是你會想 就是因為妄想 一念的迷惑之故 好 我們先下課 好 我們請大家呢 方開講表 35頁 講表35頁 我們談到第一個 從第五個 懲悔 隨喜功德 第五個 隨喜功德 這一行我們一起唸 十番 一切諸眾生 二聖有學及無學 一切如來以菩薩 所有功德皆隨習 十番四戒 一切所有的眾多的六道眾生 這眾是指六道 六道眾生 因為我們看 這部分眾生要只看 你看上下我們才知道 看下面就知道 它是指六道 輪迴的眾生 因為它下面就是這樣 也是 它也是指二聖有學 也是十萬世界 也是十萬一切 十萬一切 也是十萬一切 二聖有學及無學一 八萬一切 八萬下面的是這樣 十萬世界 二聖的聖人 譬如說 有學指什麼 二聖是指聖文元節的聖人 有學是出國、二國、三國的聖人來講 有學位、出國、二國、三國的聖人 那無學位就是四國 是約聖文元節 就是無學位 屁之佛 那這裡面呢 我們講解 你對這個二聖的聖人 從前面的六道三生 以及從十萬世界的 眾多的六道三 以及這個十萬世界的 二聖的聖人 不論是有學位 或無學位的聖人 以及什麼 下面是 一切如愛 十萬世界 所有的 如愛國地的功德 這個時候你對 如愛國地有什麼功德 譬如說好了 功德 我們知道佛的功德 什麼功德 他的慈悲高超 恨念高超 理智高超 來自我們看到 眼前的釋迦摩利我 千百億法身 觀世音法三十二億 這些 國地的功德 以及菩薩 菩薩因利的種種的羞恥 那六度妄恨 例如說六度妄恨 從如愛的狗地功 乃至菩薩 六度妄恨 這些因利的羞恥 這所有功德 我都要隨意洗它 我們要隨意洗 就是本身一種 生起一種 翻 然後 這個就是你本身一生 只有一生意 平等 平等心 翻你心 來 隨順 所有眾生的功德 就是從六度妄恨 以及這些二聖聖人 甚至佛菩薩 這些乃至佛菩薩 他們因地國地的功德 你能夠隨順 是內心有一種平等心 還有一種煩起心之故 再來你要做隨喜功德 是叫隨喜功德 請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看到今天的 上次復表第四頁 上次復表第四頁 看一下 第二行一起唸一下 第二行一起唸一下 最後一行 當隨喜功德 不隨喜罪過 至聖六凡若陰若果 所有功德兼隨喜 如地眾生 一日一夜 忘死萬生 皆無修身功德 而本有本具佛性功德 故陰隨喜也 地異如是寬久戒夫 有學是二聖陰 無學是二聖國 就是要隨喜功德 就是你那個陰地的種種羞恥 乃是哪 不過隨喜那罪過 那殺到一萬所造成的種種過失 是哪 那就是說你 他在四十六法界 就是他這個講的 十法界 十法界 誇因誇果 都要學習他 你本身生起一種 有一種什麼 你因為你會學習 因為你本身體會他 心佛眾生少差別 而且那個 因為你學習的時候 能夠培養 在本身量廣大的心量是這樣 平等心 能夠 說你要看到人家 一點點小小的 就是說他能夠小小的上法 隨喜讚嘆是這樣 比如說他這裡奴役地異眾生 那沒有什麼修身功德 就沒有什麼修辭功德 就是修沒有什麼功德 那在第一道什麼功德沒有 但是呢 重點那裡 本具的佛行功德 什麼本具佛行功德 我們知道 這本具意思是在講信德 就是說我們知道呢 觀念菩薩大悲 文書菩薩大志 普行菩薩大喊 從哪裡 從本記的佛行功德 從本記的佛行功德所留意出來的 就是大悲他 雖然第一眾生 他的也具有什麼 大悲大志大喊的功德 是這樣 所以你對 你隨喜他是隨喜他的 本志祭祖的性德 以此故 本記佛行是隨喜他的 本志祭祖的功德 他因為祭祖大悲大志 這個大悲大志那個 信德的功德是這樣 那這裡面就是 這個意思在這裡 隨喜也是這樣 隨喜他的信德 本志祭祖的功德 例如是 這樣 可不看九戒夫呢 是這樣 這裡面就是 我們本身 隨喜都讓我們 培養心量大 是這樣 那這裡面呢 我稍微講一個故事 大家會了解一下 這在出自於百元經 百元經 百元經裡面呢 我們知道呢 佛羅時代 這個大悲長者是 起孤獨長者 就是虛大長者 因為他為了 為了佛陀建了一個什麼 奇幻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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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佛羅作為說法的一番 這金色 而且他有一個 大布施 他能夠 他知道 布施這個三寶功德最大 所以他也鼓勵大家來發心 所以他鼓勵大家 鼓勵大家 鼓勵大家 所以他也 鼓勵大家 來 多發心 來複持三寶 所以這樣 所以欠免大家 因為你看 他現前得到 那麼無料的福德 成大布施者 所以 鼓勵大家 來 多布施 布施三寶是這樣 所以他欠免 也是欠免大家 所以內心呢 所以很多人呢 因為他這樣欠免自顧 大家 內心很歡喜 把 自己身上的陰肉 甚至種種財物都布施出來了 這時候有一位 貧窮的女人 聽到這件事情 心想 這個也是術士三寶 他說 情勢因為沒有什麼修布施 所以今生呢 窮苦潦倒 沒有什麼東西啊 身上 他沒什麼錢財 他身上只有一件 遮蓋身體的布衣 就是那個只有布衣 就是那條毛巾一樣 蓋附他的整個身體 布衣 那個衣服就是 布那個 蓋附他的身體 沒有什麼可以 布施的 這個也是不簡單的 但是呢 他這裡只要講 我寧可 把握這個良機 把這個就 想要布施那個布衣 如果說布布衣 如果說布布衣的話 恐怕沒有機會了 年紀也大了 可怕 也是呢 因為他只有一件 遮蓋他身體的布衣 所以他 馬上回到住處後 他的所住的地方 將身上 這個僅有的布衣 從那個窗戶 把他拋出去 意思是要布施給三寶 布施給三寶的 布衣 這時候呢 虛大當者就覺得 聽到這件事情 問到這件事情的話 就非常感動 就馬上呢 從他身上 拿出他的一些 種種的寶物 寶飾 就是類似的 拿回贈給他 然後這位貧女這樣 你可是很貧窮 所以說 數日後 就好像過了 沒多久呢 幾天後呢 往生了 往生到了 也是往生到道立天了 就因為他僅有 用這個布衣 這個布衣 身上的布衣 布施給三寶 聞到天界 道立天 第二天 道立天 那這時候呢 這個道立天自然有暴通 他會想說 我怎麼 能夠生到天上呢 原來是 布施這個布衣給佛陀 才得到這個數次的狗暴 也是因為 他也知道 由於那個 虛大當者 切勿大家來布施 所以他有這個因緣 來布施這個布衣 他唯一的布衣 才敢遭這個 異界天道立天的 天人的狗暴 所以呢 為了感恩心 他怎麼樣呢 帶著 天上 種種的天花來 供養什麼 供養這個長者 順便呢 供養什麼 最殊勝就是 供養佛陀 那供養佛陀之後呢 佛陀為了為了說法 這為了說法之後呢 他爭到 他爭到什麼 佛陀就說 世帝有苦疾滅到世帝 他爭到什麼 出國的境界 不可思議 就是因為他 我在講故事 因為他能夠 面積一種 隨順 隨順這個長者的 那個勸勉 布施他能夠布施這條 唯一的布衣是這樣 隨喜 那隨喜他的 也是隨喜功德啊 就這樣把他唯一的 那個布衣 功能出來 所以敢遭這個 聽了果報 甚至得到出國境界 這樣不可思議 還是這樣 所以今天有講到這些 就是說我們要隨喜 就是你要 不要利 就是你要隨順一切終生 那你要是讚嘆 就是我們對這個上法 要讚嘆 隨喜讚嘆 所以小小的 雖然是小小的上法 還是隨喜他 讚嘆他是這樣 就是那個隨喜功德的意思 那隨喜功德 會很像隨喜功德 破除內心的基督心 因為過去生 我們要不隨喜功德的心 還有什麼 不奈他容的心 就是說不要有什麼 你布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 就是這個 沒有了不起就是 意思是那種紀錄心的 就是這樣 所以用這個隨喜功德的心 來破除我們內心的紀錄心 就是這樣 所以隨喜功德也是很重要 就是不要練習 讚嘆他人 哇 這個 不管你在修飲上 修飾中 上法 你用不領行的 你把它講出來 你用心 因為目的 對峙我們內心的什麼 紀錄心 是這樣 我說隨喜功德是很重要 你要常常 比如說我們練到這個 練到這句話 你用十萬一切終生 二聖有學 幾乎學 一切內化 四個功德 要申請 破除我們內心的紀錄心 就是這樣 好 把這個紀錄心 這邊講過了 看一下 看到 第六個 勤轉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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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應 我們出 Gabe 可以講 勤轉法輪 这套 勤轉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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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 born 勤轉heen 勤長 勤轉法輪 勤閃 勤長 佛,早已成佛,早已成佛的意思 那所以陳舅平是剛剛才成佛的意思 這事件的燈啊,這個燈就是光明智慧 光明智慧能夠破除眾生煩惱的黑暗 燈明就是智慧,光明智慧的 光明智慧能破除煩惱黑暗 煎屍佛,陳沙佛,文明佛 代表煩惱黑暗的意思,煩惱黑暗 從煎屍佛斷掉,成一切智 斷成智慧,成道總智 斷文明佛,成一切總智 是這樣 所以還有,這是指過去已經成佛的 成佛的佛,那這次成就了佛 這次成就佛,剛剛成就佛了 這次成就佛,剛剛才成佛了 成佛了,剛剛成佛了 我都一切,我都就勸請這些 我盡一切,我都勸請他們來諸佛說法 轉禮無上,轉禮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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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的,為妙法輪 什麼妙法?這意思 心法 妙法就是心法意思 因為呢 心人總顧 心人總顧 這一句話 我們簡單講說,為什麼 一切為心照 一切為心照 司法皆 都是我們這天心照出來的 對不對 所謂呢 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四心做中生 四心是中生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妙法就是心法 妙是心法也 轉禮 希望一切諸佛能夠 把 說出呢 轉禮無上的 無上的 無妙的心法 心法 是這樣 因為輪能夠 這個輪能夠轉動 讓眾生 我們本來是 心中有無量煩惱 就是心中有什麼 就路上有什麼 種種的 那個 不品的那些顆粒 石粒 大小石頭 荊棘 石頭 砂粒 就因為這個 你內心的轉法輪之故 聽佛 說法之故 就這個法 來轉動 把這些 這些 砂粒 這個不品的殺 心中不品的殺粒 那荊棘呢 把他臉平 是臉平掉的 就是這樣 也就是 讓我們本來是 生生妹妹的心 藉由這個轉法輪 內心能夠 藉由文思修之故 轉法輪就是內心能夠文思修 文思修這樣 慢慢 從生生妹妹變成 不生妹妹的心 是這樣 所以妙法輪 就是你要心中 情轉法輪 這樣不簡單 那就是 我們這個還用廟法輪 這裡面講的心法 而且呢 佛講廟 為什麼是廟呢 他能夠印姬說法 今天講的這個佛 因為請佛說法 重點還 所以講的是廟法 心法 而且重點還有一個廟 什麼意思 能夠印眾生的根基 因為共生的根基有什麼 生且利盾 他要印姬說法 這不簡單 也是這個廟法輪的含義 是這樣 那這個 這個重點還轉法輪 目的地下 度化終身之故 是這樣 那我們知道 佛所出世一次就是這樣 目的地下 就是這樣 說法 轉法輪來能夠 天文佛法 能夠依解其行 而利苦得樂 是這樣 那我們知道這個 裝法輪的目的 轉迷為物 轉世成治 轉返神社的目的在這裡 也是這樣 目的是讓人這樣 裝法輪的目的 我們看一下 看到今天的 這裡面沒有錶 我想一下 我想到一個故事 看一下 裝法輪的故事 這故事是不是要簡單一點 這轉法輪的故事是怎樣 出自於那個玄泥經 玄泥經裡面有一個故事 他說 在佛陀世代有位要 經濟用功的比丘 他每天 武災後 就到 就到齊樹齊菇林那邊驚醒 那驚醒完畢後 就送經用功 這位比丘生意非常輕揚 優雅 尤其是送經的時候 更是無比的專嚴 這時候天空飛來一隻飛鳥 這隻鳥 聽到這種 這位比丘 那個誦經 那個專嚴的聲音的時候 感到內心很歡喜 就停在一棵樹上 然後很尊心的 很色心的 聆聽這位比丘在誦經 但是他這隻鳥 他在樹上 這邊要注意到 因為 剛來一個獵人 這個獵人 準備用弓箭來射殺他 這時候 這時候 這個黑鳥 如果在專心聆聽這位比丘的誦經聲 你也不知道這個獵人 要用弓箭射殺他 這時候 接手 這個獵人一箭射來 誒 這隻鳥就命中了 但是因為他往生前 以那種專注的心 來聆聽這位比丘 誦經的聲音 那都是華寶的聲音 其他天人都無法跟他相比 這個 就是因為華寶的功德不可思議 就這樣 那這時候 他一樣 他也得到爆通了 他就想說 我怎麼 那麼何種鷹也能夠生到這個 天上 想說無一隻了呢 也是用神通看一下 誒 原來過去生是一隻鳥 有位臨終前 聽了 聽了位比丘 誦經的聲音 聽比丘誦經 內心翻喜 所以才有 如此的福報 身為那個 道律天的天人 這時候他感恩的心 想要報到這位比丘 因為比丘誦經之故 讓他聆聽之故 聆聽這個比丘誦經 所以他感覺 就帶了 無數的天花 天上的天花 怎樣 來到這個比丘面前 而且向比丘頂禮 用這個天花來供養這比丘 這位誦經的比丘說 你是什麼人 為什麼對我 對我問訓底 你還供養這個天花呢 這個天人說 因為他講 因為 就講了那一段話 因為聽到你 過去過去是一隻鳥 因為聆聽你的 送去的聲音 非常內心翻喜 所以停在書上聆聽 因為那時候被 被列人殺掉 但你因為臨終前 一念的伐喜 充滿伐喜的行得到 因為臨終前 因為文化 聽我們送去的聲音 升起伐喜的行 生到到一天是這樣 享受無意之類 所以要感恩你 這位比丘聽完後 也感謝說 這個天人呢 就是天的歡喜 就是對這個天人這樣 種種的寺廟 就講的是世聖地 寺廟的佛法 這位天人是蘇世上根 聽完後 心開一切 成就什麼 出國的聖人 虛投光國 這樣 那這時候 歐蘭尊者就請教佛法說 這隻鳥 只是聽我們比丘 送經的聲音 就成為聖天人 而且認得虛投光國 這什麼 這什麼音言呢 怎麼這樣 這麼鳥 怎麼要讓他們 就聽到比丘的聲音 而且 聖為天人 而且認得出國的聖經 根本世界呢 佛頭就跟歐蘭尊者講說 因為他這隻比丘 他送經 那個法 送經的法 法寶 是這種 十分聖聖 它這種文字般樂 非常微妙 最粗聖的 確實那法 所以 這隻鳥是因為 聽了比丘送經的聲 對這個法音感到什麼 法體充滿 所以能得到無量的福德 但是佛洛六講 像 這個出身 他是出生到了 已經得到無量福德 如果是人的話 更殊勝 為什麼呢 他怎麼講 佛羅怎麼講 如果有人對佛所謂的法 對這法寶 申請堅定不予的信心 而且能夠持之以恆的奉行他的話 那所獲的果報 所獲的果報更不可思議 無可計量的 遠遠超過這位知之鳥所受的福德是這樣 那這裡面你會了解到為什麼這樣 在法寶經有一句話 廟法涼法經 第二品 翻面品怎麼講 聖文諾菩絕 聖文諾菩薩 吾我所說法 乃至於一句 皆成佛無語 就是這個法寶有一種成就聖道的力量 法寶就是聖文諾菩薩 吾我乃至於一句 一句話 就是不過字 一句話 一個寄送 皆成佛無語 就是那種 這個法寶有一種成就聖道的力量 是這樣 不可思議 就這裡 所以它這個鳥 你看以前我們講過 那個鸚鵡故事 對不對 兩隻鸚鵡的故事 大家就更清楚了 對不對 那你看 聽完歐蘭柱的開示 雖然這兩隻鸚鵡被那個野狐狸吃掉了 但是呢 我們到天界上 再來是來尾七次 然後最後是出家 成佛佛國 那是歐羅漢 你看 不可思議的功德 就是文化的功德非常殊聖 是這樣 所以剛才這位鳥 它生了天人 比其他光明亮 光明像更殊聖 比其他天人更殊聖 更莊嚴是這樣 所以法寶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功德是這樣 所以你看 這個法寶 以前我們講過 也是五百隻燕子一樣 也是那個五百燕子 對不對 記得嗎 也是一樣 那功德也是一樣 也是聞到聽聞佛法 升到天上 也是被獵人殺掉了 感到他 升到天上去了 就是這樣 那個語是跟這隻鳥類 聽聞這個比丘宋教也是那個意思 所以那個法的力量 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功德 讓我們有一種 我們說一路而根 勇為道種 一種成就生道的力量是這樣 那這裡面 莊法人 我們要知道 中華人是目的量 不斷請十萬佛 念心佛中華人 什麼叫念心佛中華人的意思 要聞思修 你本身能夠聞思修 就請自信佛中華人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們學習佛法就是這樣 你要不斷 你今天念心佛 聞思修 就請自信佛中華人的 這是有無量功德 你想一想看 你看 比如說 就是你 當然念佛也是中華人的確實 念佛也是中華人的 因為念佛 那是阿彌陀佛 讓你思客念知在知 我請自信佛 我今天念佛 就是我請自信的迷陀了 我依自信的迷陀的心 來念這句 歐迷陀名號 就這樣 莊法人就是這個意思 也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莊法人也是這樣 你念知 念知 就是莊法人的意思 也就是說個人自己對法裔的文思修 也是莊法人的意思 其實自信佛 莊法人也是這個意思 也是這個意思 好 大家瞭解一下 那就把莊法人的含義就講過了 就咱們再看 請佛注釋 請佛注釋那個三十五頁 也是這樣 一起念 諸佛若遇釋涅盤 我稀至誠而勸勤 唯願九處岔整結 立了一切諸眾生 這裡面呢 講到諸佛 諸佛若遇釋涅盤 諸佛若遇釋涅盤 諸佛不論哪一諸佛 諸佛就是 諸佛就是眾多 不論哪一諸佛 若遇釋涅盤 諸佛 諸佛是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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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年近的 要離開這個世間的 諸佛一般來講說 他是一種 物證的理 布什妹的理 但是諸佛就是諸佛 諸佛就是 他跟從一年近的 是這樣意思的諸佛 其實佛陀是 你要瞭解 因為 表示他是應生佛 跟這個某個世界 在世界 眾生一年近的 世界一年近的意思 一年近的意思 離開就是 諸佛這次諸佛就是 準備要臨終 他終止 他這一次 在這一個世界 他一年近的 他離開這個世界的意思 大家要了解到 你看喔 比如說我們知道 釋迦摩利佛對不對 他在 他演起在三千多年以前 但是你看喔 這個誰啊 那個 天來宗的大師 智大師 他送 在送那個 《廟法涼安經》 送到那個 《要王菩薩》 本世平的時候 遇到什麼 《釋針精進》 《釋明正法》 《逛法》 《逛法》 看到什麼 釋迦摩利佛 在林九山 就是在 就是 齊姑山 齊姑山 那個什麼 林九山 在講什麼 《廟法涼安經》 就是佛陀 人家說 林善一位 也難未善的意思 林善一位 也難未善 就是智大師 在三面中 看到 釋迦摩利佛 還在講什麼 《佛花經》 可見佛 還有《釋盤》 那是因為釋盤 他在八千代表演 是因為視線的 給大家看 因為你不視線 釋盤的話 大家會生起傲慢的心 不是這種 不是生起難遭與想 是這樣 因為那個釋盤 佛陀視線 釋盤目的 要破除我們內心的共告 我們內心 對不對 如果佛陀繼續存在的話 大家 都懈怠放逸的 是這樣 沒有生起難遭與想 所以佛陀 要視線內盤 視線內盤 視線內盤 難遭與想 這時候你會生起攻擊心 哇 佛陀很難得 就是 那種很難得的 科養的心這樣 那如果說 天天佛陀都不內盤的話 大家都會懈怠放逸的 難處理善解 所以不得視線內盤 跟大家眼鏡了 我要離開了 是這樣 其實佛陀沒有 其實都是 生生世世 你只要羞恥的話 都看得到 就像智大師看到 就是這樣 至於看到是 釋迦牟還在繼續講 妙佛羅蘭經 是這樣 其實他沒有 其實沒有離開 是這樣 問題是在 我們能感的心 夠不夠 是這樣 那這裡面呢 你就這樣 我希致臣而勸請 我去以致臣心 以致臣肯臣心 勸請佛注釋 請佛注釋 請佛注釋為什麼 要請佛注釋 目的 學習佛陀的種種法 是這樣 是因為請佛注釋 我不但請佛注釋 我不但請十萬注佛注 還請自信佛注釋這樣 然後希望呢 九處釋成節 希望能夠佛能夠九處 希望能夠九處釋成節 佛釋成節 就是那個 差就是三天 差是佛土 佛的世界 三千代世界 把這個三千代世界 佛世界呢 把它磨成威臣 一威臣代表成佛世界 就是這樣 如威臣般的佛事釋成節 如威臣般的佛事 如威臣般的 就是微成般的無數節 差成節 差成節就是差成佛的意思 如微成般的無數節 那微成西安的佛能夠久住無數節 然後目的是怎樣呢? 能夠利益的以前 能夠使眾生得到利益 使眾生能夠利益 而且能夠離苦得樂 利益的意思就是利益 一切眾生能夠得到法益的利益 得法益的利益 而且能夠利益苦得樂 是這樣 利益的意思 那這裡面呢 就是我們要了解到 這個就是說 我今天不但請實溫諸佛能夠住室 而且要請內心佛 自信佛 自信彼頭住室這樣 因為今天我為什麼要請佛住室 我已經剛剛講過 學習佛法 因為你有 想看 我今天 那順序一定 我請佛住室一定來 那這樣 常學我學 我跟隨這個佛陀呢 學習呢 他的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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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行 人行 對不對 他的 種種 他的 無言大慈 同一大悲 他的 六度 妄恨 他的 羞恥 佛陀 常學會 就是這個意思 那問題一定要先請佛住室 我不要再請他 請實溫 還請自信彼頭住室 對不對 我自信彼頭住室的話 表示我一念的悟 我第六四的這樣 就不順序第七四了 你如果今天能夠請佛住室 請那個自信彼頭住室 你第六四就怎樣 一念的悟了 因為你今天 為什麼不請佛住室 就是你念心什麼 誰說什麼 第七四 就這樣 那這裡面就是說 你今天能夠念心的這個請佛住室 我今天啊 我今天念佛也是請佛住室 拜佛念佛也是請佛住室 才能夠念出 以自信彼頭的心來念這句 雖然念的是西方阿彌陀佛 對 確實 我今天以自信彼頭的心 一體其用來念這句 西方阿彌陀佛的名號 慢慢的目的要找到 自他佛的境界 是這樣 目的在這裡 請佛住室 請佛住室 請大家看一下 看到上述表 第四頁 第四頁 對 第四頁 對 我們一起念一下 第四頁 那個第幾項 第六項 世間燈 這三項 一起念 世間燈 乃佛之代名詞 佛出現一世 如大明燈 照破眾生 無明黑暗 佛法益車輪 展之則摧擂一切煩惱 映在一切眾生 出生此案 至內盤彼岸 妙法者 心法也 心人照四聖 又人照六凡 所言不變 不變 所言也妙 那這邊我們看一下 第一樣的下面 佛法比喻車輪 就是說這個車輪 就擂脆一切煩惱 因為這個擂脆一切煩惱 那印在我們 從生死案到別 就是能夠 印在意識內 就是說讓我們能夠 左明為物 轉世成智 轉完成事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法寶的意量就是 法寶的意量是這樣 就這句名號也是 佛的功德 就是名號功德啊 就是從淨土宗來講 淨土法門來講 我們是以信念慈敏這個 用信念慈心來慈這個名號 這個名號印在我們 這個真上眼 就印在我們 從這個收佛到 收佛的詞 大達成 這個葉過程 昏斷真實 大達成極的世界 內盤彼岸就是這個意思 那妙法者 心法也 我剛才講妙法 心法就是 他講的心法就是 心仁造世人 又仁造六凡 那還有一個意思就是 妙法還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能夠印基說法 因為佛能夠印中生的根基 妙印基說法 叫妙法也是這樣 那這個誰 誰呢 這個隨便不便 隨便意思呢 隨便不便 隨便意思呢 隨便不便 隨便 我先講喔 我先講不便所也好了 這什麼意思 不便所也說 依賓 依靜做氣的意思 氣能夠做什麼 佛像 言解像 菩薩像 言解像 生物像 這種馬桶尿就不變水淹 水淹不變 氣氣皆經的意思 氣氣皆經的就是水淹不變的意思 雖然是有種種差別像 但是呢 這個佛像 菩薩像 乃至馬桶尿糊都是什麼 都是金子 是這樣 水淹不變的意思 就水淹不變啦 是這樣 那這裡面就妙就是 也是心瓦的意思啦 那這裡面看偶依大師的解釋 他講到倩琴的 什麼叫倩琴的意思呢 這三行一起唸一下 倩琴人魅魔藏 故意明悔 魔王波尋 宇宙道場菩薩 美意藏 令不得成道 以佛裝法輪 使美意 心心波萬 又美情佛速入內盤 今欠琴成道欠久入世 欠闖法輪 即翻破筆三種惡也 能破魔藏 就是魔藏 魔藏就是我們 因為欠琴能夠這樣 魔藏這裡 它裡面下面解釋就這樣 解釋三個 第一個是嗎 因為魔王波尋 常常來 來 因為你做到 因為當佛 釋迦魔女把成佛的時候 做到菩提術下的話 魔王呢 就是來不斷地用 他用 首先派他的魔女來障礙佛陀 用魔女來 然後接著用那個 種種的力 用軟的 硬的都有架式 來破除佛陀 讓佛陀 菩薩是菩薩 沒辦法成佛是這樣 每一張令他不得成就無上菩提是這樣 然之呢 轉佛陀的時候 就是佛在說法的時候 就是要破壞他 是這樣 就讓你沒辦法轉佛陀 那你又請佛陀快速內盤 就是讓佛不住世 是這樣 沒請佛陀快速內盤 就是讓佛不住世 就是目的要破壞佛法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們講的 欠琴大師都是 因為根據這個 三雜三葉半經 一般來我們去請佛住世 請佛久住世 請佛久住世 那欠琴稱道是用 是一種 那請佛 這是因為 這是在那個什麼 在這 在這 三雜三葉半經 有一個欠琴稱道的意思 那欠久住世 是請佛住世的意思 不但請佛收法 那這裡面就是破除魔障 就是這個意思 破除魔障的意思 那這裡沒了解到 這欠琴為什麼要毀呢 我現在講第一行 道主第一行 欠琴什麼毀 這欠琴 就是那個懺毀意思 就是毀能夠改善修 對過去所造的 種種的惡 種種的惡 我能夠改正過來 而且能夠重慶以後 重慶以後怎樣 修來就是重慶以後 能夠不造作惡業 而且能夠 能夠 種種的修善法是意思 未來能夠 種種的修善法 修善的意思 那這裡面我們了解一下 這個請轉請佛住世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你不但請十萬諸佛住世 也要請人 自信彌陀住世 有這個意思 那從淨土我們來講 剛才講過了 你拜佛念佛 都是請佛 請轉佛人請佛住世的意思 那請佛住世的目的 要長學佛學 一定是這樣的 順序是這麼講的 因為你要學習 因為你為什麼要長學佛學 因為目的要成佛 是這樣 跟隨佛學習 所以第一個要請先請佛住世 也不但要請十萬諸佛 要請自信彌陀住世 你要請自信彌陀住世的話 這時候你不容易 什麼 你這個能夠 第六世能夠做柔主的 第六世能夠做柔主的 不算是第七世的 是這樣 這個含義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 再回到講表 這時候我們講過了 這個 把這個什麼 請佛住世講過了 第七個請佛住世 第七個講 現在這樣 和宋後山這樣 這約什麼 那個 約那個什麼 那個 三就是 八九十 八是什麼 長學佛學 九者是恆順 十得佛爵徽相 因為他山門是約什麼 約肥相門來講 有這麼講 那 有 這個和宋三門是這麼講 和宋後山是這個意思 請大家看一下 那個 在 那和宋後山 是這樣 分成三 回到三十五頁這邊 柯帕裡面和宋 就是把這個八九十 他這邊 一共有 一共有四十首 前面有十一首 也有四十首 那和宋 你看 新一的話 跟八 和宋 和宋上面也有三十六首 那三十六首 這樣 那 宋宴聖經 都是用一共有四首 四首是這樣 一共有四十首 那這裡面呢 和宋三門 分成三部分 一個是總標回向 總標回向 總標回向 這裡面我們回向 稍微講一下 這回向 一般是有回至向他 回音向果 回日向理是這樣 這以前我講過了 但是我們再了解一下 請大家看到 看到金內戶錶第二頁 金內戶錶第二頁 看一下 回向 就金內戶錶第二頁看一下 這是偶義大師的解釋 偶義大師他講的 有時候比較深一點 他比較能夠有時候深 那我們要了解他的含義 那深 會想要了解他的含義 就是金內戶錶第二頁 這也是偶義大師的解釋 這三行一起唸 回向人魅佐三友藏 故意明悔 非四向理名為執心 非因向果名為身心 非至向他名大聖心 執心顯斷德法身 身心呈自德波樂 大聖心呈恩德謝托 非向人魅 人魅除什麼 左有三 對,因為眾生執著 這個左就是執著 三界的障礙 因為眾生 我們回 因為眾生 因為為什麼 防護六道眾生 為什麼 因為地陸是 屬於第七世之故 今天雖然你造了三業 就是以我的心 其實造是布施十戒 所以布施十戒 直到天上 異界天 乃是什麼 修傳定 直到色界天 甚至無色間 都是一種 還是六道輪迴 因為眾生 因為你不只要 你不瞭解它 它是因緣所生法 今天你生到天上 那是因緣 譬如說你生到色界天 五色界天 那是藉由禪然地的因緣 而成就出來的 它是因緣所生法 它沒有真實性的 所以破除 因為你就回向 那回向是這樣 把我們的心量擴大 是這樣 你破除我們內心的執著 你對三界 因為你這個 三界是一種 因緣所生 它是一種 無有重苦 對不起 它是一種 煩惱的境界 它是種種煩惱的境界 因為在天上 你想盡的話 可能到什麼 可能到三道道去 切實的事情 因為你這個 因緣所 這個三界 是一種 因緣所感的境界 都是業力在決定的 因緣你進到 我剛才講 四二界五歲 是你藉著 禪定的業力的因緣 而成就出來的 那業力的 當業力 進的時候 就到什麼 可能到三道道去 是這樣 那業向是能夠 藉由回向能夠 破除我們對 三界直走的障礙 是這樣 顧命 歸回 就擺穩修來 重慶 就說你改過自新 重慶 就說重慶休 要時時刻刻 經濟有本 用功是這樣 那第一個 我們看一下 回事像你 這以前講過 這把因緣的 事就是事項的羞恥 回向什麼 我空荒物真理 就是你內心能夠 我空荒物真如理 那就是意思 你平常的羞恥 我現在是念念 誰是無我的心 就是我今天 我今天拜佛念佛 我 還是持戒布施 不是為什麼 為了得到 現在 可是 也不是為了得到 未來可樂果報 是這樣 內心有一種 這個地理自然有什麼 三能體空的心態 就這樣 才用向理 你內心出來 我今天 就要一體其用 用懷造體 是這樣 所以沒有執心 一體其用 用懷造體 就是那種真實的心 真實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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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直心就是能夠 如果說 根據大聖起 什麼樣的直性 正念 正能佛顧 或許大家聽起來很深的 正念正能佛顧 聽起來好像很深 確實 那這個意思 偶遇到這個有時候 有時候意思 為什麼 他斷德法神是這樣 我們先看 瞭解一下 就是你本身要 無我的心 以無我的心來 修持 總統上法 就是執心的意思 第二個 肥英相國 把陰地的修行 回向什麼 無上菩提 因為把無上 因為你 這裡把陰地的修行 回向無上菩提 今天我們知道 你非常無上菩提 不然自己能夠 把自己陰地的修行 因為只有成就佛國 才能夠 才有無量的神通 無量的智慧 來度過重生是這樣 所以表現你的大悲心 這個身心 表示 這個身心 為了成就無上菩提 目的要得到佛的智慧 神通之故 叫身心 那下面呢 肥字向他 叫大神心 肥字 把自己的修持 把自己的修持 回向給九法 他就九法去重生 我靜靜至今 我靜靜不思 持戒 聽法的功德 都是回向給 絕回眾生 叫大神心 這大聖 就是大悲心的意思 為什麼叫大悲心 因為這個聖 就是成在的意思 如果讓我們從生死的實在 到達內盤邊 叫成的意思 這大呢 叫大車子 這大車子 它能夠 不是載一個人而已 載了無量無數邊的眾生 這大車子 車子能夠 印在無量無邊的眾生 從生死的實在 到達內盤邊 就是大神的意思 心就是你心量 大神心 這個大神心就是 你能夠輩世 把中文功德回向給 結果我用生是這個大神心 是這樣 那偶一代這樣 你看直心嫌 斷了法身的意思 這直心就是 斷德 什麼斷德 斷德是因為你斷屬什麼 見世佛 承殺佛 無雲佛 才能得到法身 我們知道 叫斷德 那是因為你 這要解到 它是以無我的智慧對不對 剛開始可能斷了什麼 見佛 施佛 乃至承殺無雲佛 是慢慢斷 那到了分破無明 分正法身的時候 它法身出來的是這樣 是慢慢來 是慢慢分 那這直心就是這種 那你要斷德 斷德 斷德就是 斷屬煩惱的 那功德就是斷德意思 法身之因為你 分破無明 分正法身之故 是這樣 那剛才講過 什麼執行 因為你正念的正法庫 因為你有人觀的智慧 正 正念 什麼正念 就是本身具有什麼 幾空 幾甲 幾衝的中觀智慧 才能夠觀察 正的法庫 正的法庫就是一盡三地 是這樣 那漸漸才能夠 契如斷德法身是這樣 慢慢來是這樣 那身心什麼 代表智德剝樂 這個自的身心作用 它是用 在大清旭的 這個身心就是什麼 能夠修持 種種的善法 能夠修持六多忘恨之故 這身心代表那種成就 因為你自得 因為你慢慢 因為你慢慢 藉由修持的時候 這個身心啊 它身心就是這種 修持這個六多忘恨 它就代表著修德 比如說修持什麼 是大恨見 也是修德 修德能夠看你信德 把你本有的智慧 把你的一切 一切都顯現出來 是這樣 就是自得的意思 身心是這樣 來自呢 這個身心呢 就是你今天修持這個 普行是大恨見 能夠轉去全智 轉去全智 第六四為什麼 妙觀的智 轉去第一四為什麼 一切平等性智 轉去第八四為什麼 大眼鏡智 轉去第五 前五四 成手作之之故 就這樣 身心成智的剝樂是這樣 不斷的這個身心 因為你修持這個 六多忘恨 這個修德能夠開眼信德 是這樣意思 那大人性成恩德 是因為呢 大人性是因為你 是這種大悲心 大悲心 大悲心就是大悲心 你願能夠恩德 你想恩德是呢 目的來 度過眾生 教化眾生 行眾生呢 藉由你的收法 所謂清白欲發生 以你何生的路者 即興何生而為受法 所以這個恩德 是因為你利益眾生之故 當中感恩的心是這樣 恩德是這樣 你能夠利益無量無辨的眾生 大生心就是能夠 表示你的大悲心 成恩德洩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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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恩德洩脫意思 那在這個裡面就是 我要講一下比較深入一點 那目的呢 回向目的怎樣 讓我們呢 其實要擴充 擴充我們的心量 今天我所做的 我因地的修辭 虛强修辭 不是為了自己 為了無量分的眾生 就是你像無我 以無我的心來修辭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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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是來回向無從普提 乃是為了回向給 九位眾生是這樣 這裡就把那個回向的 液含義就講過了 這個液含義 就是三個液含義 液含義講過了 接著我們看一下 回到這個講表 這講表裡面呢 那個 你看看 第一 那個第一 這裡面呢第一個呢 就總標回向 他分成念總標回向 總標 總標回向 這意思 這標回向 總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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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 從已進諸我到 到 第八個地就都有了 包含全部都有了 意思怎麼講呢 所有禮戰 就包含下面七種大願 這所有包含就是 總結前面 其實那個總標是 總結前面是十一所 我知道嗎 前面從那個 從所有十二世紀中 一共有十一所 十一所 十一所祭送 總結一下 所有是總結 包含下面七個大願 就是禮戰 什麼禮戰 禮拜諸佛 禮敬諸佛 禮拜諸佛 還有廣修供養的福德 這三個對不對 一二三禮戰 共養福 這三個 從禮敬諸佛 稱讚路來 共養廣修供養 三個福德 三種福德 還有這樣 請佛注釋 是第四 請佛注釋 請佛注釋是第七個 第七個 請創是第六個 五個了 然後隨喜 隨喜功德 是第五個 蔡偉藏是第四個 所以這裡面一共 包含前面七種大願的 這諸佛上根 這個七個恨宴的 所得的一切 種種上根福德 就是說我這所有 就包含前面七種大願的 七的恨宴的 所得眾多的一切的 種種上根 中福德 我都回向 給九法界終身 這個主要就是 回之向祂的意思 那幾佛 回向著佛道 就回 剛才說 回之向 回音向國 其實 回音向國 佛道裡面還有辦法 我不能自己成佛 我希望回向眾生 也成無上無菩提 也有這個意思 這無上無菩提 回向中是回之向祂 佛道是回上 回音向國 不只我自己成佛 希望無量成佛 這個意思 但是我們要了解 怎麼沒有回事向 對不對 有的 因為在今天在做 禮敬諸佛 稱讚如來 乃至到 請佛注釋的時候 都是 都是以 無我的心 你念心的 一提其用 用懷造提 就是你念念隨處 無我的智慧 我今天禮敗諸佛 我不是為了什麼 得到名無利養 感到什麼 心事可樂吧 而不是為了 我今天修這個 稱讚如 我今天拜佛 念佛 來自 跟人家營救法益 淫桃 不是為了什麼 當然不是為了 現世的名無利養 而且不是為了得到 未來可樂果報 就是 內心的隨處無我的心 是這樣 所以還有 不會是向你的含義 是這樣 不會是向你的含義 所以還有回向你的含義 這樣 我們再來看待它也是 這麼提慰它 也是這樣 總標回向這個意思 也不是意思 那回向眾生是 就是回一次 回一次向它 佛道就是回印象國的意思 是這樣 所以其實 其實我們就 其實你想 就是說 講這些都是 你要把總標回向的含義 了解一下 接著我們看 北省三門 就是說把這個 八九十 長學佛學 恆倫眾生 還有這個 普介會向 普介會向 了解一下 第一個我們看 36月 長學佛學 為什麼要 嘗試 這嘗試 念 這時時刻刻 隨順著佛陀 隨順佛陀的種種 他的身口義來學習的 隨佛陀來學習他的什麼 隨佛來學習他的佛的三頁 他的難行人行 難能能能 那剛才講過 為什麼要請佛注釋對不對 事情說 你請佛注釋 請佛注釋目的 長學佛學 對不對 你今天 我不能來學習什麼 十萬諸佛 他的種種的 理智 恨怨 他的慈悲 無影大同 而且 請自信佛 要學誰 讓我自信佛 自信佛 自信佛 要學習自信佛陀 就為什麼 我們知道 這自信佛陀就是佛 本身具種 無量有別的功德 就像請自信佛陀 也是一樣 剛才講過 你請佛注釋 目的要長學佛學 是這樣 因為 那個體 本身佛 自信佛陀的體 它是 非有非公的自費 是這樣 才能夠見得到 我是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 這長學佛節 這兩個一起唸一下 我隨一切來學 修喜補學 淵滿恨 共也一切 諸如來 即現在 十萬佛 未來一切 天人師 一切一樂 皆淵滿 我願補學 三世學 適了成就 大菩提 就是 你要 這次裡面 就看 常學會有時候 你要 前面以前講過 我今天學習佛陀 從佛陀 從陰地的修行 乃至那國際的功德 總統善行 我都 師子各個 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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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持那 修持那 因地的修持 乃至國際的功德 都修 我隨一切來學 我隨一切 隨事呢 尊諸佛如來 修學 修學 修了佛陀的種種善法 從因地的修持 乃至國際的功德 然後來修喜 修以普行 佛陀的圓滿恨 修以普行 佛陀的圓滿恨 目的呢 目的會什麼 我今天修習 來學習 我隨一切如來 來修習佛的種種的善法 善行 目的呢 要修習什麼 普行 圓滿恨 怎麼樣 因為呢 因為你要 修習普行 圓滿恨 怎麼講 圓滿恨 這個裡面就 含意就這樣 一極一切 一切極一的意思 圓滿就一極一切 我今天禮進諸佛 就包含什麼 其他項目都包含到諸佛了 怎麼講呢 這樣 有一句話 唯一大師說的話 是這樣 那探好一下 譬如說我們怎麼講呢 這個延解禁 這個唯一摩君有一句話 唯一摩君有一句話 唯一摩君說 若菩薩 益得禁途 當禁一心 所以心禁 則佛陀禁 菩薩益得禁 當禁一心 所以心禁的 一切都清禁 怎麼講呢 因為你在 因為你在 因為你在菩薩 你心清禁的時候 你第一八清禁的話 訓取第八四 第八四顯現清禁的境界是這樣 那今天紅茶道理 我今天休息不去 我目的要休息 因為這個圓滿就是我要一集一切 今天 就說我一大師也撿過一句話 什麼 諸法無信 諸法無信 沒有正直性的 完全什麼 隨便自一念的迷霧 一念的迷霧 我說一念的迷什麼 盛世浩然 一念的霧 輪流頓息 他下面說 欣慰迷禮 一切 讓你先起貪求心的時候 一境界都是貪欲的心 整個是三二道境界 那欣慰普體的時候 正念心的霧的時候 我一念的霧 我透過文師修啊 我一念都是一念的霧 這時候呢 顯現了清淨的境界 一切都是清淨的境界 那今天我說一擊一切 就是我今天啊 是因為我不斷的文師修之部 我一念的霧了 我這一念霧的時候呢 這時候我在修起 你在修起普行斯大和諺的時候 就是一種圓滿恨 就是說你 因為他你依 我今天能夠一念霧的時候 我一擊一切 我修一行 我雖然修禮拜祝佛 也是同樣 得到圓滿成就人 成就那個斯大和諺的意思 我這個意思 一擊一切 我這個意思 請大家 會怎麼呢 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好 大家或許比較了解一下 先那個 這個什麼 看一下那個什麼 看到金的復表 第二頁 第二頁 長學佛學 第二頁 那個第五行 第五行 長學佛學有沒有看到 即肥像菩提 先看這一行就 那個 從一共有三行一起念一下 常學佛學即肥像菩提 願至他俱成佛故 普行恨一行即一切行 即乘法性 騙法界之行 故曰圓滿恨 佛因地成供養諸佛 故共佛即是學佛 廣說則禮盡 乃至普皆肥相皆是學佛 佛行 普賢恨 而成佛故 對不起 恨那個 那這裏面 就像我現在講 稍微講 跟那個就是 石頭大師的解釋 就我常學佛學 因為呢 我前面已經請佛注釋了 因為我請佛注釋 我常常常常學佛學 對不對 那所以 我常常學佛學 我隨順佛託 隨順佛託 佛託那種因地的修行 還是國地的功德 我都隨順祂 能夠修行祂中種善佛 祂的聖國義三頁 我來學習 那個難行人行 就是回向無上菩提 因為你目力要成就無上菩提 我今天你學佛 就是要成就無上菩提 是這樣 希望大家 不然自己能稱佛 九法教公司也是能夠成佛是這樣 回向佛提 就回應向國的意思 那佛提 你看佛託一很極 一一很極 一極一切 我雖然修了李君索 也是修了等於修了情導中 因為呢 心量廣大 你稱何 稱何 稱何 自信迷陀 稱何法性 正面心性 所以騙法界之行 是這樣 那社會人呢 因為內心能夠 跟正如自信相應之故 正如自信相故 因為我們 他能夠跟正如自信相應 所以能夠一切行是這樣 那這樣我剛才講過了 因為能夠稱何法性是因為內心親近 所以你親近的話 虛擬第八四 第八四形象 親近的境界出來是這樣 所以一切行 騙法界之行 騙法界之行 是這樣 那故言圓滿恨 所以因為一切都是圓滿的 一極一切是這樣 圓滿的境界 那這下面是 因為下面還沒講到 所以先講一下好了 因為佛印度 佛在印度的修辭 曾經供養諸佛 所以供佛 觀佛之佛是管學供養 管修供養 所以管修供養就是學佛意識 所以觀佛就是學佛意識 所以管說 李敬傳言的普切慧像 都是學佛 所以他一直說 一切行都是意思 所以我今天從李敬之佛 到普切慧像 都是跟佛羅學習 都是憑菩薩恨 就是這個意思 學佛 學佛也是這樣 學佛是這樣 所以佛行此 就是這個普行恨 而成佛故 所以今天我休息 是普行怨恨 就等於我 我今天來 常學會學 等於就是 休息普行怨恨 我一極一切的意思 這樣 我今天休息普行恨 因為佛陀印度的時候 他也是從李敬之佛到普切慧像 他也是從李敬之佛到普切慧像 所以今天呢 我常學會學 就等於休息普行怨恨 也滿很一樣 知道嗎 就意思在這裡 因為佛陀印度也是這麼學習 他印度也是從李敬之佛到普切慧像 所以今天 我今天來跟學 我常學會學 我學著 隨著這個 我今天 來 修學 一切路來 因地的修持 乃至國際的功德 種種善法 目的呢 就是 也是目的要成就普行怨恨 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成就佛陀印度也是這麼修持的 因為佛陀印度也是這麼修持的 是這樣 所以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等於修學 普行菩薩怨恨恨 因為佛陀印度也是這麼修學的 是這樣 活行 接著看 下面呢 佛陀佛陀講 共養一切諸如來 及其他十方佛 說一下 共養一切諸如來 就是 共養廣修共養一切諸如來 因為佛也是學佛一樣 佛陀印度也是這麼修 也是這麼修 供養十分諸佛的 是這樣 共養一切諸如來 一切諸如來 就是共養諸佛 佛陀也是等於學佛一樣 即其現在十方佛 這個就是一切諸如來 這裡面包含著 過去已經成佛的 那現在 就因為下面這一句 現在十方佛 就是我今天一切共養 前面來共養一切 就包含著 過去的 還有什麼 未來的 過去未來的 成佛未來 包含過去未來 一切一切諸如來 一切諸如來 就是一切諸如來 就是一切諸佛 一切諸佛 即其現在十方佛 是這樣 所以這句話就是公養十分諸佛 十分三次諸佛 就是等於學佛的意思 等於常學佛的意思 那下面看第二句,未來一切天的事 那這裡面,對不起,一切天的事 那這句話怎麼講呢?對不起,那我剛剛講錯了 過完一切諸佛來就是包含已經過去 過完一切諸佛,因為今天如果看天的事來比較 過完一切諸佛是包含是過去已經成佛的如來 那現在是嗎?就是現在的十方佛 那未來是一切什麼?未來一切諸佛 天人事就指諸佛,未來天人事 這三個共有一切諸佛,既現在是佛 未來天人事三個連在一起,未來一切天人事 未來一切諸佛 那天人事什麼意思呢?請大家看到,看到今天的護表 第二頁,看一下第二頁,什麼天人事呢? 倒數第三行,一起念一下 佛稱天人虛則為佛奉為九戒眾生出現於世 何以淡淫天人事,而不舉以師者,以三聖佛身 三土弥眾,修羅交大,非謹耀基,論化心文法者 為天女然而,故舉中以色全佛曰天人事也 所以為什麼不講其他的那個,譬如說菩薩師啊,天人事 以三聖佛身就算什麼?這三聖就是什麼? 身文言解菩薩,三聖的聖人,他誤解已經深了,誤解深入了 誤解深入了,誤解深入了 他的山土就是三惡道人,他的迷思就是他迷惑,很重 那修羅道人,阿修羅呢,教慢共高我慢,傲慢 共我慢,自大,自大共高我慢 不是要重要的根基,非謹耀基,是這樣 因為善聖人,誤聖人生 那問的論化心文法者為天女人 他論到不是謹耀重要的,要度化的根基 因為論化心、發普利心以及文化者為天女人 比較適當的根基,是這樣 他不是重要的根基,不是佛要度化的根基 天女人,因為山土人,他因為他重太重了 而且三聖的聖人誤解太深了,是這樣 為天女人,以人的比較適當,適合佛法度化的根基,是這樣 有這個意思,故舉中間 因為求法界啊,就天人比較適合 比較容易射受前後,是這樣 為天人師爺,為什麼這樣講呢? 看第三頁看一下,再看第三頁 這是根據那個周密大師的解釋 這三人一起唸一下 諸眾生中,為天女人,能發歐尿多樓三妙三不利心 人修是善 현蹺,能得虛佛王國? 施筒韓國?歐拿韓國?歐羅漢國?歐羅漢國? 佩齒佛道?得歐尿多樓三妙三不利得? 故好佛為天人師爺 諸眾生中,奸 就可能指這個眾生就能夠,就指它裡面講到這個眾生 就天和人比較能夠發起無上菩提心,是這樣 天人和天人比較能夠,就天人能夠發起無上菩提心 下面就能夠,這樣就不要講了 那最後能夠成就無上菩提,得無上菩提,最後一個第三者說得無上菩提 這叫多羅是無上菩提心的意思,無上菩提心的意思 不好為天人師也,這個意思在這裡 這是根據中密大師的解釋,天人師的含義就是佛的意思 是佛的聖號之一,十大聖號之一叫佛一切中天人師 然後回到講表呢,一切一樂皆滿 一樂,你的義樂,這個義樂包含自己,還有諸佛義樂 這義樂就義樂不但自己,內心,這義樂就是內,義樂就是內心 內心的一種樂就是,這個樂就是一種,不是這種,這個樂不是要解答 這個樂就是一種,不是那種無意之的樂,它是一種,這個樂裡面要講到 這個樂就是一種,一種耗耀的意思,耗耀,內心耗耀的意思 耗耀,耗耀,不是那種無意之的樂的樂,耗耀 內心的那種耗耀的感受,內心的感受 絕滿,是這麼講是為什麼,它這個義樂,它有時候講義樂 就是內心比較,內心的耗,義樂,有時候義樂是耗耀 有時候你不是說那種內心的,你說講那種內心的快樂 這快樂,有時候快樂,從香文上叫快樂,也滿,內心的快樂 就是義樂,內心的耗耀,也滿,譬如說你想聽義樂 我內心喜歡聽小聖華,就是耗耀,耗耀小聖華 我內心想要聽什麼,大聖華,耗耀,內心耗耀什麼,大聖華 就是這個意思,絕滿,我們看一下 看到了今天復表第三頁,看一下 今天復表第三頁,第五頁,一起唸,義樂也滿,一起唸 義樂也滿,義通至他,通至及普賢,至心中耗耀也滿 義通他,及也滿三世,諸我心中之耗耀,佛耀利益眾生 故如說修行,赦受眾生,待忠苦,不捨菩薩業,不理不理心 皆是利益眾生,義己是隨佛心耗耀而行之,而供養之 一切義樂也滿,既俗法供養,盡盡有門學佛,則成佛勝數也 這裡面呢,就是義樂,義樂,耗耀,心中耗耀 這裡面呢,義樂也滿,就是我們內心,義就是內心 那義樂也滿,就講樂,就說快樂,就講快樂,就講快樂 有時候講快樂,有時候就是不太那個啦,就是不太通 感覺不太那個順,就耗耀耀耀耀,耀耀的 這時候通至,就是你這位修行,普賢自心中耗耀耀耀耀耀 就是你這位修行,普賢自業,一位修學,普賢自大耀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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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種菩薪心,就是利益眾生 那一是隨佛的新的好要而行之,而共養之 這不但依這個行者來依自己 依修時普賢不法恨宴的行者 依那個佛的好要來講 那這裡面就是屬於佛供養,他所謂的經驗 好,這就依了這就滿,我們看一下 看下面那一句話 看36頁,回到36頁這邊 我願普學生學,世人大佛地,我願普學 就是說我這個最修時普賢和應的行者 我願普遍的隨身生助我來學習 學習佛的那個,他的剛才講佛的三頁 他的難省人省,難能人,他的無言大慈,同言大悲 就是學習佛的慈悲,學習佛的那種種因地的修時 乃至佛地的功德 目的這樣,希望能夠速得成就大佛地 希望能夠成就無上,大佛地就是無上的意思 這大不是用大甲,這個大就不是大甲到大 他一種,是絕代的,絕代的意思就是無上普體 希望能夠成就什麼?無上普體的意思 我願有學佛目的啊 你今天跟佛學習目的要成就無上普體啊 才能夠利益眾生嘛,自故 才能夠普及迴向對不對 你以為你沒有不學習佛陀的話,你怎麼普及迴向 你怎麼利益眾生呢?就這樣 比如說恆順眾生對不對 這八就是你學習佛陀的種種上往目的下 度過眾生,恆順眾生是利益他 才能夠普及迴向是這樣 所以長學佛學也是很重要 那長學佛學的前提下要請佛注釋 才能長學佛學 因為長學佛學才能夠利益眾生 才能恆順眾生是這樣 是這樣,好,因為時間關係啊 那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邊了 那我們就一起練了,練肥象祭啦 願以此功德,專員佛淨徒,聖佛四重恩 夏季三途谷,若有建文哲,西花捕離心 敬此一報生,同生極樂國 天啊 天啊 天啊